各位同學 歡迎大家 我們今天是這個學期期中考過 我們希望是充滿精神的一個星期 那我們今天非常難得的請到了武力華校長 各位可能都聽過他的名字 我說武力華校 我在這裡的這個身分太熟 太習慣了 那為什麼會稱呼他校長 因為他 各位可能知道 他之前在泰伍國小 當過好多年就在校長 泰伍國小就開始 跟外面的人的溝通非常多 包括當時的總統夫人都去過不僅一次 所以然後藉著他的媒體的吸引力 所以更多的人會知道泰伍國小的努力 泰伍國小的方向 那像我在泰伍鄉跑來跑去的話 都會聽說孩子會特別轉到泰伍鄉 我跟嘉平附落做一個兒童會版的時候 大概是六七位小孩一起畫 只有一位小孩畫就 這有點排彎的感覺 其他就是粉紅豬啊 什麼漫畫裡面的人物 所以泰伍國小的教育非常有族群意識 那後來武校長就到了蒂摩爾國小 那在這兩個國小的擔任校長期間 都在發展 剛剛我們就說一個是民族教育 一個是援助民族教育 所以這兩個的分量就是把文化的部分 族群觀點 族群主觀的 或者族群的知識體系放的位置 是非常不一樣的 比例也非常不一樣 那武校長在蒂摩爾國小 擔任校長沒有很長時間 就被重用了 就從政了 就擔任屏東縣的原民處長 所以擔任原民處長 是不是其實我當然很期待 就表示原住民族教育受到重視 成為原民處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這也反映的是說 原住民的發展 原住民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兩者光是從用人的這個角度 我們就可以看出 教育跟一個民族的程序有莫大的關係 那武處長做過不少事情 而且長期在跟你包最重要的其實應該是這個中心 在發展民族教育的教材 那今天他會跟我們介紹他長時間以來 累積的一些工作跟他的心得 他說很多要分享的 那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來歡迎他 謝謝 謝謝馮老師 席上也有一位我認識很久的麒麗莎老師 今天看到他很開心 因為他住過我家 所以一直就是對我們萬山羽的研究 幫忙非常多 在這邊林哥老師也順便問好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與這堂課 那這堂課呢 老師給我的題目是 原住民族教育要怎麼做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應該是要準備理論 這個跟實踐這兩個部分 但是看起來90分鐘時間很短 所以呢 我盡量的說 那大家就跟著我的那個PPT 跟著跑就好 好不好 好 剛才給各位呢 就是看了這一篇課文 這上頭有寫 這個是我們一年級的課本 是下學期的課本 一下 那我不曉得各位 當我說我們要做原住民族課程 原住民族學校的時候 我不曉得各位有什麼樣的想像 或者是想望 就是你認為什麼是原住民族學校 你認為原住民學校它裡頭上的課 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我會告訴各位 我們最期盼的就是 有一天能夠看到我們的老師 站在講台上上課的時候 不論是幼兒園的老師 或國小國中大學的老師 他在講堂上上課的時候 他到了一個排灣族的學校 他能夠隨時隨地的用國語華語 用他們當地的排灣語 甚至是用英語 能夠隨時隨地的 來當做他的教學語言 我們很期盼是這樣 但是在現階段 我們看不見 但是有沒有可能 有 我覺得要由上而下 跟由上 由下而上 什麼叫由上而下 我覺得我們的失陪 我們的失陪要努力 怎麼樣去培育 拔著 考佑 會族語的人進來成為我們的老師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像各位你們都是大學生 或者研究生 有研究生嗎 都大學生 那你會不會願意投入 如果你會族語 你會不會願意投入 那你為了要投入這個教職 你會不會願意從幼兒 國小國中的時候 學校的族語課 甚至是你家裡 你都願意學習族語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是願意的 而且你的家長 你的學校一定都會鼓勵你 會增加文化跟語言的科目 對不對 這是由上而下 從我們的失陪觀做起 那由下而上是什麼呢 像我等一下就會介紹 在我2009年擔任太武國小的校長之後 我就先推動國小的民族教育 做了之後 一直到2011年 我就率先呢 就成立了2到5歲的 陳靜氏全族語 全排灣語的幼兒語 三個班全面實施 那到國小 我們也開始去加重母語的比例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用 因為你其實2歲的孩子一進來 就像現在元明輝推的 族語保母計畫 他1歲就可以進來了 在家裡跟他的長輩學 那像這樣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又加上我們的整個制度 他願意去鼓勵你去學族語 所以我相信20年後 如果我們持續這樣做 加上現在又有語法法 我相信20年後 我絕對相信 我可以看到有老師 站在講台上上課的時候 他是可以隨時的去切換他的教學語言 那一旦老師開始用族語上課 哇 那個小朋友的族語 一定會突飛猛進 一定會突飛猛進 現在效果有些是 老師說不出來 用不出來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只是告訴你 我們在努力什麼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努力 那目前我給各位看到的 這個是我第二階段 就是走路到所謂的一般課程 因為我在看國小的前4年 把民族教育的課程先做 所以元明輝就有一個 補助各個學校發展民族教育的補助計畫 所以全國都在推 但是我到103年的時候 我就又開始走入到現在各位看到的 這個一般學習領域 那目前呢 教育部的國教學 他有委託台中教育大學 去做一年的專案研究 那希望能夠在明年度 能夠去針對一些縣市 來做元助民族的課程發展中心 那所以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我到這邊呢 我就先透過這個影片給各位看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的這個國語課本 跟以前你知道的國語課本 哪裡不一樣 你以前的國語課本可以看到羅馬拼音嗎 沒辦法吧 這個是腐夫 腐夫呢在台灣族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祖父祖母的意思 相對的他也是孫子孫女的意思 那為什麼祖父祖母跟孫子孫女 會共用一個腐夫這個字呢 我不在這邊多談 我相信琪麗燒老師他們都很懂 你們應該也略有所吸 這個會關係到一個族群的語言觀 他就有他的世界觀 那這個我在這個地方不多說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這個 Vali Vali Yang Vali在台灣語是風 所以Vali Vali Yang Yang是什麼 An是什麼的地方 所以Vali Vali Yang就是很多風的地方 就是風口 那你會看到說你看 以前的根本不太可能會出現羅馬拼音 但是呢我們很大膽的把他放進去 而且是逐年逐年的增加他的量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去搭配我們的族羽課本 因為孩子他從幼兒園就已經開始在 學羅馬拼音了 所以我們有觀察到 我們過去100年開始實施的那些幼兒園學生 現在已經進入到國小二年級 比六年級的還要強 他們可以直接讀了 所以我一直說20年後有沒有可能 我告訴各位 我是持樂觀的 只要我們不放棄 向著那個目標前進 我認為是可以達到的 那這個是讓各位了解 那第二個我想請各位去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排灣族董位的課程 什麼叫排灣族董位的課程 我告訴各位 我們原住民 自從日本人來之後 我們開始去學日本話 開始有日本人給我們的日本名字 開始去認識我們的天皇 是在日本的那位天皇 對 那個是整個感官 然後很多的習俗被終止 因為認為那是落後的 沒有多久呢 國民政府又進來 好多人都已經日語很流利了 而且他們也有日本魂了 結果呢 又開始學華語 又開始在身分證上 換了一個臭文名字 然後透過學校的課程 去開始認為自己的祖國在中國大陸 這個是對原住民族來講 一個政權的進入 他是整個裡裡外外的大翻轉 那他帶來的改變是什麼 各位可以去想像一下 那個是很大的一個衝擊 但是最大的衝擊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 就是他在政治上的衝擊 在經濟上的衝擊 還有他在整個文化上的衝擊之外 我們看到他在教育上的落差 非常的大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去想像一下 應該原住民上學應該是要什麼樣子 他應該是到這個地方去認識他是誰 對不對 他才有辦法成為一個很健康的群人 但是如果你學校的教育不是讓他去認識自己 反而是讓他去認識一堆跟他的生命 跟他的土地跟他的血液 完全沒有連結的東西 你認為這樣的孩子會變成什麼樣的孩子 那我自己是一個學教育的 所以我會很希望我的孩子進來 盧凱族的孩子進來 布農族的孩子進來 我們客家的孩子進來 我們應該要讓他到學校系統裡面 每天坐在那邊 他能夠去認識自己是誰 他能夠去接觸自己的語言 接觸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像這個第二階段我的做法呢 就是把所有 因為你上學你還是要學國字啊 你還是要學英文啊 因為這個是世界的教育啊 但是你要站在什麼地方開始談這些 你應該站在孩子的文化 所以這個是排灣族的文化 你可以看到 是父父他帶著他的孫子一起去 可是原住民有風箏嗎 原住民沒有風箏啊 那這個就是文化上的對話 因為我們在平地是平原 所以我們會玩風箏玩紙藥 可是在山上的孩子 我們沒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有風 那我們怎麼利用風 像這個地方就介紹 老人家呢他每次小米收成之後 他會帶著他的這個小米到部落都會有一個風口 很多風的地方 他在那個地方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好我告訴各位 這個是我去年六月一號 我在蒂摩爾國小的實驗班 我特別聘請一位平地的老師 請他做教學觀摩 這一篇課文是他自己選的 你知道他怎麼設計嗎 他就把教室的電風扇怎麼樣打開 然後呢他就弄了一個這個小米 然後請小朋友來怎麼樣玩 然後那個米糠啊會被風怎麼樣 吹走 然後他就問小朋友說 小朋友請問 夫婦為什麼要去百里百里啊 他說因為那邊的風很大 可以把那個夫婦打的那個小米的糠怎麼樣 吹掉 然後老師又把那個電風扇關起來 又再弄一次 結果那個米糠又怎麼樣 掉下來不能被風吹 這是平地老師喔 所以我們那一天的教學觀摩 我其實是故意要讓大家看 如果我們有教材 平地老師不能教嗎 可以教 我們常常很遺憾的就是 我們都覺得說 我又不是原住民我怎麼可以教 你們原住民自己教 欸我說幫幫忙咧 我們學校的英文老師是原住民喔 我說他又不是英國人 他為什麼要教英文 所以這是教學專業的問題 不是你是什麼族群身分 對不對 琪麗莎老師 對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課文裡面 從自己的台灣族母體文化出發 但是你有沒有去連結社會 有 孩子就生活在現代的社會 他也他知道風箏是什麼 但是他不見得知道 琪麗莎為什麼要去巴里巴里亞 去做這件事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孩子的 傳統文化出發 那透過這個地方你看喔 風風靜靜的讓風吹著小米 鳥兒小心的吃 樹林裡的蟲兒開心的笑 為什麼 這個地方我們是每一刻我們都有拉一條 排灣族的文化價值 等一下我會介紹 這個地方就是把文化的一個素養放進來 這是原住民跟自然和諧共處的一種智慧 原住民我們在小米園喔 你會到你會聽到老人家說 這是我真心聽到的 就是幼兒園區小米田上課 老人家說雖然我們會趕小鳥 但是老人家說沒有小鳥的小米田就不是小米田 這句話喔很有意思意思是什麼 我們人吃得了那麼多嗎 那這一些被風吹到旁邊的 就是老天要送給這些鳥吃的 那鳥吃飽有什麼好處呢 有一些樹林裡的蟲啊 異蟲就不會被吃啦 那我們的樹林森林就怎麼樣 就健康啦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看最後兩個 有說有笑慢慢的走回家 有文學的 有排灣族文化的 有文化對應的 有文化的對話 在這個裡面全部都呈現 那你說我們排灣族的孩子進到學校來 不該有這樣的課程服務嗎 他也要學習如何做一個真正的排灣族人 那這個是我在一開始呢 就是要跟各位介紹 讓各位知道說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這些年齁 我其實要從頭說起 各位請看 這是我在那個太武國小 這是我們的校園 那這個校園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齁 他其實是完全融合了排灣族的奇人神話 我們請設計師改了三次的圖 我們感動了他 建造了一個排灣族奇人神話的校園 那我想跟各位提的就是說 我的中文名字叫武力華 那我的原住民我媽媽給我取的名字 叫塞萊 這是我的盧凱族 當然我有家名 Darruvuzang 這是我的家名 應該請麗莎知道 那我自己呢也有一個排灣族的名字 叫Destus 但是我比較少用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個 我想告訴各位的就是說 實際上我的武力華這個武是來自於我父親 因為我父親是一般所謂的外省人 這個是他很帥齁 他現在101歲跟我住在一起快20年了 就是我母親過世之後就跟我住在一起 那我母親呢 他就是有讀過日本書 然後他這個時候他應該是20幾歲左右 那各位請看一下這是我 你會覺得很像老人家齁 在帶孫子孫女齁 那因為我媽媽實際上我跟他相差很多歲 他是48歲的時候生下五 所以你會覺得很像老人家 其實是我媽媽齁 其實是我媽媽 好 那後來呢 我20歲的時候也結婚了 我嫁到排灣族 這個是我先生 所以我在盧凱族呢 就是有了20年的身份 後來嫁到排灣族目前已經有27年 所以就是比我當那個盧凱族還要久 而且我畢業一服務就一直在屏東 沒有回到我的家鄉 我是高雄茂林萬山 萬山的人 我是萬山人 那這是我母親 好 那我的名字其實是來自於這個武的姓氏 這是我爸爸 那我的原住民身份的是來自於我媽媽 那為什麼我會具有原住民身份 這個就是有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父親他講了一句話 我很感動 他是入罪給我媽媽 在那個年代男生要入罪不容易喔 但是我爸爸說 這個中國人啊幾十億的人口 少我一個不多 少我一個不少 但是他說原住民多你一個呢 就很重要就很多 所以呢 他就入罪給我媽媽 他希望他生下的這個孩子 能夠具備原住民的身份 這是我的一個名字的一個由來 那我想要告訴各位的就是說 我剛才談原住民進入到學校 結果我們看到一個學校的嚴重的問題 就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那你要有證據啊 這個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證據在哪裡 台師大有一個叫測驗中心 他每一年都會針對國三的測驗成績 全國的國三測驗成績學測 他會做一個統計分析 很奇怪 一年比一年的拉鋸還要更大 很奇怪 然後呢 有兩個科目 拉鋸越來越嚴重 猜猜看是哪兩科 英文 數學 中文 好 我告訴各位齁 排行榜第一名是什麼你知道嗎 排行榜第一名 國文 第二名英文 數學還沒有列入喔 那這個研究其實滿有趣的 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英文跟國文是受什麼影響最嚴重 文化 英文國文是受文化的影響很嚴重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我其實後來我自己當老師 我其實有一件事情讓我很難過 這個也就是觸發了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告訴各位齁 我自己是七歲的時候離開萬山 爸爸媽媽把我送到平地的親戚家輪流記住 那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我功課沒有很差 就是說我雖然突然從萬山七歲去平地讀一年級 但是我發現我沒有成績太差 可是我每次聽說人家都是說啊進來功課多爛多爛很辛苦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我得了平地 我爸爸跟我媽媽是一輩子齊麗莎知道是講日本話 我爸爸跟我一輩子是講華語 我媽媽一輩子是跟我講什麼萬山話 啊我們都會立刻轉換 就碰到誰就換什麼話這樣子 好那我要說的是我讀一年級喔 我發現我常常被老師誇獎欸 因為當老師說小朋友不要寫白字 然後可能就有同學問說老師什麼是白字 然後我就會說老師我知道白字就是寫錯字 老師就會說哇武力館好聰明大家給他拍拍手 我都不知道我的聰明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爸爸的語言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時代還有很多的什麼外神老師 然後我就發現說我常常被老師誇獎欸 然後你要知道喔我們在教育學理上有一種叫什麼 筆馬龍效應 筆馬龍效應的意思就是說 老師一直說你在教室裡面老師一直說你好 你會越來越有自信你功課會越來越好 老師就一直罵你一直說你差你會越來越沒有成就 這個叫筆馬龍效應欸我就覺得說欸 我就覺得自己越來越聰明啊 因為經常被老師說 哎呀無力館你怎麼知道你好棒好聰明 所以我就很有自信 那我要講的是說欸 這個是我得到很大的便宜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我真的聰明嗎 我其實在我自己的部落 我從小是一個會被人欺負的 因為傻傻的 我看到太多我的同期的同伴 他們都在山上都很有自信 可是我告訴各位 我國小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他說他跟我講說他要去日本唱歌 那時候我是讀高雄縣的一個布農族學校 六年級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很羨慕他哇要去日本唱歌 但是各位都知道去日本唱歌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就是從事特種行業 欸可是他可能也真的覺得是去唱歌 國小就畢業就去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還有很多的同學 有時候我很難過 我看到我們萬三很多在三十幾歲四十幾歲 我的同年齡的朋友 尤其是男生 他們畢業了就去工廠嗎 他們畢業了就去工廠 我問各位假設你去工地你能學到什麼 一整天很累你下工之後一定是幹嘛 跟大家喝酒放鬆嘛 那你喝酒喝酒喝到某個程度會不會上癮 上癮到某個程度就會怎麼樣 中毒你的肝硬化你的各種在工作上的態度 懶散什麼都來了上班不正常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都育政乏力 然後老伴也不喜歡你 你最後回到部落又是天天喝酒很快就走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每當我回想起我自己 我覺得自己多麼幸運多麼幸運 那到底在學校出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進到學校來對原住民來講 尤其是從在山上的孩子來講 第一個他會面對學習落差 他在學校學不好 他雖然是讀原住民的學校 可是數學永遠就是只能靠50分 如果他轉到平地更慘 那找回第二個我們會發現主體性的問題 你越到學校讀越久啊 你越不是原住民 你越不是那個你原先祖先留給你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就想說第一個我要做原住民族教育 我有沒有辦法透過原住民族教育 去解決孩子在學校的學習落差 有沒有辦法幫助孩子找回他的族群的靈魂 那誰要來做呢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要等到說 哎呀等到原住民回那個 假設我讀的原住民學校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老師 全部都是排灣族的老師我才能做 那你要等到何年啊 那後來我就請我們的老師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編了教材之後 你們不是每個都能教嗎 好 可是老師又問我一件事 校長我們可以編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那麼辛苦 那個數學課本不是就很好嗎 你怎麼還要改編 那個國語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還要改編 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那個上次的那不是有那個太陽化事件嗎 你們有沒有去參加 有沒有參加 不是那個嗎 社會的課綱不是微調嗎 我就跟他們說 才調那麼一點點就要包圍教育部 那原住民的主體性 從來都沒有在我們的中華民國課綱 那我們的事情不是要出草 對 那老師們就笑 不一樣 各位不一樣差很多 差很多 好 所以呢 原住民族教育到底要怎麼做 好我要告訴各位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2009年到當校長 我那一年其實我的成績是第一名 但是我填了一所屏東海拔最高最偏遠的學校 派我國小 林選委員會一直確認 我確定要去填那裡嗎 我說沒有問題 那我要告訴各位 不是亂填 我當時的想法是說 我想去找一間就是比較偏遠 那可能家長的主力會比較小 因為畢竟要推這種所謂的獨足教育 你如果在比較那種屬於明星的學校 家長會擔心 因為他們都是高色精背景 不行啊 校長這樣我們的孩子會沒有競爭力啊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啊 我們要學電腦啊 你可能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就決定說我要去那個最沒有人在管的學校 家長也不關心教育的最好 所以我就舔得太有國小 那個時候我從哪裡切入呢 各位剛才童老師問我一個問題 好不好切入 我說其實90年90年就是20幾年 2001年齁 其實那時候9月1萬之後 彈性有開放一個20%的彈性學習結束 那個時候我就認為 我們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去推什麼 民族教育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很多學校 把那個20%的彈性學習結束 尤其是原住民學校 20%的彈性學習就是每個禮拜 有3到5節課欸 他拿來上電腦來加閱讀 我不是說電腦閱讀不好 但是你沒有去解決孩子根本的問題 幾乎沒有學校在推民族教育 但是我就主張說 這個20%我們要來推民族教育 那什麼叫做民族教育 簡單的來講 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當中 他也有屬於他的文學 記憶、社會、體育都有 我們在這個地方去把它的做出來 讓孩子也能夠去認識自己的傳統文化 那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就是會改變孩子的學習成績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等一下後面會說好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推民族教育 我就呼應了一句話叫做什麼 各校為本 因為原住民族的教育 最可怕的過去最可怕的就是 你讓老師編鄉土教育 我們屏東縣有80幾個部落 就代表著80幾懂不懂的文化 可是你逼老師去編的時候 我可能是牡丹鄉的 我學到那個德文部落的 我可能是蒂摩爾部落的 我學到士文部落的 亂學一通 就學到人家的神話 學到人家的那個記憶 亂學一通 很可怕 所以呢 這個民族教育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個族群一個族群一起做 他必須要怎麼樣 各校以部落在地的文化出發 自己編自己教 所以那個時候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開始呢 去做一個所謂的民族教育 然後發展出課本 我再次強調 不一定要做課本 但是為什麼我一定 在第一階段要做課本 因為你沒有課本 你沒有辦法解決 其他平地老師會不願意教 你沒有材料給他 他不願意教 所以這個是不得已的一個手段 好 那第二個 那一般教育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各位 我放在桌上的這些 我們有國語文領域啊 英語文領域啊 自然領域啊 數學領域啊 健康與體育啊 各類的領域都有 你說這一些我們不要動 現在幾乎大部分全國 大概除了帝摩爾國小之外 大概都在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推動的第一階段了 大概大家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不夠 因為這樣其實是很糟糕 這是不得已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你如果讓我們的孩子 在民族教育的地方學了這些 你又要他到一般教育也學這些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會不會覺得你孩子好可憐 那個學習第一個 學習負擔太大了 第二個比較嚴重的是 你給他兩個系統 他的價值會打架 你給他的兩個系統 你一方面告訴他你是排灣族的孩子 你一方面還在繼續在這樣的一個 其別的族群主體的文化上學習 他的價值觀會打架 所以很不得已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全面的去翻轉 我們的一個教材 所以大概我個人的想像是這個樣子 好 那過去我們幾乎全部都在投入一般教育 原住民的學校 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加入民族教育 但是我希望未來 我們要有一個原住民族學校法 每一個原住民學校 都應該要實施原住民族教育 還給孩子一個真正屬於他的課程 太亞族就太亞族 布農族就布農族 那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想像 那透過什麼方式 你的課程要做文化回應 你的課程要做文化回應 那這個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 好 那現在我就是稍微講一點點 就是關於技術 這也不是理論是技術 就是很多人都在問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把傳統的知識 跟現代的知識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讓老師能夠把課程活化 能夠做出有效的教學 幫助孩子能夠找到拿著走 帶著走的能力 這個是我這幾年 就是一直在帶著老師做的一件事 直到現在我到原民處已經半年 每個禮拜他們還是利用中午 一天的午休會到我的辦公室 我們還是要一起的研討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無論如何 我就是承諾必須要在108年的7月以前 我剛剛有跟童老師講 就是一定要把它一到六年級做出來 最起碼要提供一個範本 然後供大家批評供大家指證 我們沒有說這個東西是絕對好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必須要先把它做出來再說 好那我給的技術是什麼呢 此時此地日常生活就是真正的文化 你應該要從孩子所熟悉的人 事時地步出發 因為只有這樣子 孩子才會容易有興趣 孩子才會容易理解 孩子才會學出好成績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一定要跟孩子的生活經驗高度脈絡化 然後用他的文化去做回應 那這個的話不好意思 這個應該我就要跳過了 我只是想讓各位知道 我到這個學校是98年的8月1號 禮拜六 可是8月7號就開始吹大風 8月8號很嚴重 好那莫拉克來了 這個是我的那個泰晤國小 我都辦公室做不到兩天就變這樣 我就覺得很傻眼 我說上帝啊你是怎樣 我好不容易挑了一個泰晤國小是怎樣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個地方 我從88風災就立刻啟動學校發展計畫 我在下學期99年2月就開始走教材 然後我們搬到第三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開始辦理民族學校跟國際教育 然後一百年兩週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試行民族教育校本課程 推動全族與幼兒園 試行排灣族本位的領域教材 兩年的時間非常的辛苦 因為到處搬錢到處流浪 但是很多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做出東西 我說很簡單 因為有目標 有目標 有目標很重要 因為來的時候就說我要做這個 所以即便是遇到這些很麻煩的事情 你會發現你因為有一個目標 你還是會繼續做 所以有一個信念就是今天不做以後就難了 像以前我們的泰晤國小你看 我們都有目標課耶 我們流浪的時候 我們就搭帳篷當目標教室 女生呢在走廊學編織 這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是我們在流浪的時候 我們就搭個帳篷就做辦公室 但是我們的願景 把根扎生把夢做大 我們把根扎生就設計了很多很多的民族教育課程 我們把夢做大我們也設計了很多 以排灣族出發跟世界接軌的國際教育 那文化到底在哪裡 風災後的第二年就是99年7月 我就開始辦理第一屆的屬型民族小學 這是我們的民族學校 為什麼 因為我請老人上課 我們學校的老師呢 就每天排兩個職班 跟在旁邊做採集拍照影聽紀錄 然後轉換成教案 你看老人帶孩子們去採集 這個是什麼做那個抓魚的 然後這個是做省力工具 因為以前都要從河谷背石板上山 這個是渡河課程 這是做他們的教室列寮 這個是到老人家家裡去學 但是學校也有教 只是說這個時候是到老人家家裡去學 我們每一個寒暑假 就會有兩個禮拜的屬型民族學校 你因為如果不做這些 我怎麼知道我們的部落的文化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魯海族的 但是老人家知道 那你會說老人家知道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老人家說是就是啊 不然還有誰要證明 對 那你看一下這個 你看他們的老師怎麼弄呢 這個採集課就是當天的中餐跟晚餐 這都是老人家設計的課程 不是我們喔 他們都知道說什麼時候要把男生帶出去 女生要幹嘛 什麼時候小的要這樣 大的要這樣 欸那個老人家很會呢 你知道我 有時候我講到我會哭 為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找老人家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你看我又想哭了 你知道嗎 我跟他們說 我想請你們來上課 他們說校長有沒有課本 我說就是沒有啊 所以才要你們自己設計啊 然後我就說可是喔 因為我們要一直辦喔 每一年的課不能一樣啊 結果你知道他們怎麼跟我說嗎 喔校長你不用擔心啦 這個十年也不會一樣啦 然後我真的擔心啊 因為我以為原住民哪有什麼文化 我真的擔心啊 我以為今年交完了明年又是一樣的 那我的課本教材要編什麼 可是老人家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好像打了我一巴掌 很難過 非常難過 就是我們原住民已經搞到 認為自己沒有文化 這是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校園 當初就是為了要培育排灣族靈魂 那這個我就不多說 這個我不多說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了課程 這個是我們第一期的民族教育的課本 然後這個是老師的教學手冊 因為為了要讓平地老師也能上 所以暑假孩子們就跟著老人家學 進到一般的領域的時候 平常的上課就是民族教育 因為有課本每週一節 你看像是一年級喔 排灣族的誕生 我們的故事就是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福音 那你看喔 主主就跟龜說 龜 我們是怎麼生出來的 從肌仔就是媽媽的肚子啊 那媽媽是怎麼生出來的 從奶奶的肚子啊 那奶奶是怎麼生出來的 喔 我們去問福福好了 然後有教學的重點 然後你看 像這個是貼近生活背景的圖片 這些都是我們校園裡拍的圖片喔 都是你知道嗎 我很感動的就是說 有一次我看到幼稚園的小朋友啊 我們在翻那個圖卡比賽啊 有那個Dulis就是那個紅禮Dulis 翻的時候有個小朋友說 萬安的Dulis 我笑了一跳說 我就馬上去問老師說 老師 紅禮還有分不同部落的品種喔 結果他一直笑 他說 喔校長 他們知道那一張照片 是去萬安的時候拍的啦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 沒有生活經驗脈絡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講榴槤好了 小朋友假設沒有看過榴槤 你還在那邊告訴他榴槤 我告訴你你明天問他這個是什麼 他也記不起來 因為跟他的生活沒有關係 所以你就會覺得那麼笨 你就給他他不熟悉的東西 他當然就表現得不好 但是 那你看像這個地方還有知識性提問 這個是渡河 學渡河的知識 你看故事中有哪些主角 這是一集閱讀 第一層的閱讀理解 那這些主角常出現在生活中哪些地方 第二層的閱讀理解 那為什麼就是比較高層的 第三層的閱讀理解 你會發現我們編課本很用心 很用心 然後呢 孩子們每一個禮拜也可以 學一節的國際教育 但是你不能夠為國際而國際啊 你還是要從孩子的生活出發 那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光的魔法 因為台灣族的起源他們是太陽的孩子啊 太陽對他們是有意義的 所以你看我們蓋了一個光電的校園 我們的屋頂全部都是光電板 可是我們告訴孩子我們有光電的社區 然後我們有發展光電 那就讓孩子呢去認識原來太陽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為孩子為社區為國家 然後你看像我們這個是國際教育的英語課本喔 國際教育的英語課本喔 你看小朋友這個是我去看小朋友一節四十分鐘的教學觀摩 我真的看到小朋友一節課就學會這四個單字 而且會唱這首英文歌 你知道是怎麼做到的嗎 因為他們在族語有教這個叫 Jok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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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 No Ava Iya Vis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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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什麼街尾歌 很多的原住民族都有那種 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在中文裡面叫頂真格式 就是最後一個字會變成第二句的什麼 頭 原住民也有啊 好那老師你看他編英文課本就變成什麼了 因為Ego Ego What do you see? Oh I see I see a big snake Big snake就是這個擺步蛇大聲 然後呢就換他 Big snake Big snake What do you see? O I see I see a clay pot Clay pot是什麼 桃骨 那你說這些東西我們都審核過 可以過關 為什麼 這個在校園裡面 這個木雕是孩子們自己雕的 那這個雄英呢是我們學校的衣服 這個太陽子是校園裡畫的 這個桃骨是放在我們的石板湖裡面的桃骨 每一個東西孩子都認得 所以當你變成這樣 Ranger他在母語課的時候 他已經學這首歌 所以當你這樣子轉化的時候 40分鐘一手英文的四個單子 沒有問題 90%的小朋友都過關 除了那個智利比較辛苦的孩子以外 一般普通的孩子都能夠過關 那你說原住民的孩子聰不聰明 你這樣的時候就變得很聰明耶 可是你在那邊喝什麼 Eat an apple 什麼他可能不太行耶 可是你用這樣的方式的時候 他有興趣 他容易理解 他學了會 因為這個跟他的生活經驗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課本 我們除了教英文字母 羅馬拼音也進來 然後呢 像我們的幼兒園 我剛剛有介紹 這個都是我們的校園裡 這是小朋友 這個是我們校園裡的老幼奉學 這是我們校園裡的大五山 我們在校園裡有做一個大五山 然後這是小朋友的課程 因為我們旁邊搬下來之後 都是台塘的樹林 所以我就跟老師說 反正我們的環境裡有什麼 你就上什麼課嘛 我說這邊那麼多樹就爬樹啊 幹嘛爬鐵桿 就為什麼不爬真正的樹 偏偏要爬滑溜溜的鐵桿 然後就種這些 平常我們老人家喜歡吃的嘛 因為老人家他就會來學校幫忙嘛 對不對 你看這是花生 這個都是在校園裡 玉叔叔 紅梨 這是我們的教室 裡面都是羅馬拼音 然後你看這是老師的教材 然後這個是老師的學習單 然後有很多的老師都會誤魔 哇你們的功課會不會太難了 會嗎 會嗎 我跟他說這些小朋友 他在三個月前從開始種芋頭 老師帶他就一直告訴他 芋頭葉叫無名 虛根叫阿密 我說如果這個芋頭是你種 種三個月老師每天跟你講這些 去看一次種一次就講一次 你不會才怪 這就是很生活 但是我相信這樣的學習單 我就算拿到台北最厲害的幼兒園 貴族幼兒園 哇 我相信用這樣子教他 他明天答得出來我隨便你 那 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孩子進到學校來 是這樣子被我們分類 他聰明不聰明 然後他的自信心 他就被皮馬龍 那像這個是孩子們的數學 這都是幼稚園喔 都是幼稚園 所以我覺得效果很好 所以我就在103年的8月12號 我就跟我們的縣政府拿我們這幾年做的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102年拿到了國小跟幼兒園 雙雙榮獲教育部的教學卓越金質獎 兩座金質獎 120萬的獎金 是打破有史以來的紀錄 應該是空前絕後 因為之後也還沒有這樣子 同時一年度拿下兩座金質獎 所以呢 我就跟我們的縣政府 就希望成立一個原住民族的課程發展中心 就是接下來要做現在各位看到的這些東西 那就是進步到了第二階段 好 那到底我這個第二階段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規劃出一個原住民族的學校體系 我希望能夠辦理活動 希望能夠發展這些課程跟教材 好 那 騎乘是到這邊 但是不用了 因為在105年這邊的時候 105年的11月實驗三法就 不對講錯了 104年這邊的時候 11月實驗三法就通過了 所以後來大家也就陸陸續續可以申請成為實驗學校 我原本以為是規劃要到108年 那我很期待的就是 我們要看到一個國際化的民族小學 這個是蒂摩爾的校門口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的家長 他們就一聽到民族兩個字 就說 唉唷我沒有競爭力啦 以後怎麼辦 所以我很辛苦的一直要告訴他們說 國際化 國際化很有競爭力 很有競爭力 你要這樣騙家長你知道嗎 要不然他會成為你的主力喔 他會成為你的主力 所以我們非常關注學生的進步情形 但是進步不是只有功課 得志體群美 他的文化力 他的學習力 他的品格力 他的健康力 我們全面都要關注 你看我透過每一年的試質量測驗 這是天下雜誌 我們參加天下雜誌 每一年他都都會有一個試質量測驗 我會參加 你們看到小朋友一年一年都在進步 閱讀理解力測驗是教育部辦的 你也可以看到一年一年都在增加 然後我們自己學校的月考 你看國語進步 數學進步 英文一直都很進步 你知道為什麼英文一直很進步嗎 因為我請了外國人到學校來 我跟那個外國人說 我提供你吃住在我們學校 但是呢我只希望你做到一點什麼 不要跟我們的孩子講 講什麼 中文 我說你在我們的校園只能講英文 我們不是請你來的時候 我說我就是只有希望你 就是無論如何你都要講英文 所以孩子們在校園裡面就很習慣聽到英文 所以他們的英文表現 因為我是99年就請進來 所以他們的英文一直都很高 一直很高 那這個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注意看那個原住民 因為我們是南島語族 照你說這個所謂的這個歐美音隙的發音 對我們應該不是很難 但是你很奇怪喔 那個從小在平地讀書的 去讀台大外文系的或者讀文照的 那個英文都嚇嚇叫很厲害 比一般平地生還厲害 可是很奇怪 如果他是從小在原住民的學校讀 國小國中的喔 你去看那個基策的成績 非常爛 到平地就很厲害 留在山上就怎麼樣很爛 為什麼 沒有環境嘛 沒有環境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要解決最好的辦法 就是要改變那個環境 原住民學校的環境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呢 你看 都是 像我們第一年喔 我們是說 我問他們說請問 你們覺得 人家會覺得原住民哪一個不好 他們說英文 我們說好 所以我們99年就先去參加英文 我們就拿到全縣第一名特優 第二年的時候 我問他們說我們要參加什麼 他們說相聲 原住民不會相聲 結果我們拿到屏東縣第一名 因為那個相聲你知道 那個相聲就是要那種的 那你很難想像原住民可以拿第一名 然後呢 科技的啊 科學的啊 都很厲害 然後小朋友的歌謠的表現 也都很厲害 那剛才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我在那幾年喔 閱讀磐石獎啊 什麼金曲獎拿了兩座 表現都很好 教學卓越獎 就是那個年度拿了 直接國小跟幼兒園都拿了兩座 所以這些東西都再再告訴我們 這一條路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很多的鼓勵 國內國外的 像他們高雄市都在來過很多次 包括現在的胡烏馬 我在泰武的每一年 他們都會帶著老師來參拜 一直到蒂弗爾還是會來 那像各縣市大概都有來 那我們自己也是到各縣市去分享 推動 那比較那個開心的是 在前幾年那個司法院長 也有特別邀請我們去做文化分享 那天下雜誌的實驗教育呢 他也特別請我們呢 能夠來去做一個分享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相信這個不一樣的學校教育 看見這個不一樣的學校教育 我們會去愛上這樣的一個不一樣的學校教育 我們想要讓世界看見台灣有一種不一樣的教育 叫做什麼 援助民族教育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 所以在我們你可以看到 老師我應該講到幾點 我不用休息 我不用休息 對 我們是90分鐘 對 所以 謝謝 那我們就講到50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數學 我告訴各位怎麼 我們是怎麼做的 一般的數學 我們去翻康宣男一 我們會對照 他的處理方式呢 一定是有 像那個有一本 有一個不知道什麼版本 就是有一艘船啊 他就圖片一艘船 有一隻美人魚 兩個貝殼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用的是這樣的方式 我念給各位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太陽神 他生 他生下了兩個孩子 兩顆蛋 他放在桃湖裡 然後請百度蛇來守護他的孩子 當太陽的光芒日復一日 攝入到桃窩裡面 很溫暖 所以呢 有一天 樹上的雄鷹發現 太陽的孩子的蛋殼出現了裂痕 雄鷹就到森林裡去跟森林的動物說 大家快來啊 大家快來啊 太陽的孩子要誕生了 好多的動物就跑來囉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呢 哇 樹上有三隻雄鷹 來了四隻黑熊 五隻雲豹 六隻三豬 七隻水鹿 八隻穿山甲 九隻飛鼠 十隻彌虹 好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了 好 各位 這個是平地的老師都可以用的 你不知道典故你也不要講 但是小朋友他在別的課 他會知道說 這個就是排關族的什麼 請原神話 等到他四十歲像我這麼大的時候 我開始會想 為什麼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你去問老人家 老人家會告訴你什麼 啊沒有太陽會有我們嗎 地球有生命嗎 我們當然都是太陽的孩子 啊為什麼要請這個百步蛇來守護 為什麼 為什麼要放在桃谷裡 老人家會告訴你 這個桃谷就是代表母親 生命的什麼 源頭 也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母親的子宮 在孕育我們的生命 為什麼要請百步蛇 那個蛇會吃蛋呢 有一次小朋友上課關我 聽到他們說 那個蛇會吃蛋呢 老人家說 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啊 蛇 他可能是我們的敵人 但是你要用智慧 讓他成為我們的什麼 朋友 後來有一個老師他就分享 就出現一個logo 那個醫生的logo有沒有 醫療院所 他不是有那個蛇嗎 我們有去問那個老師 老師說那個蛇就是 為什麼醫療界喜歡用那個logo 因為蛇毒會置人於私 但是那個蛇毒也可以當什麼 救人一命的血清 對 所以很有意思啊 百步蛇是毒蛇 但是為什麼原住民排灣足路凱族 會把他當做是朋友 當做是守護神 那老人家說 這個就是我們的智慧 越是可能會造成你生命危險的敵人 我們要怎麼跟他用智慧交朋友 讓他成為我們的盟友 成為守護我們的人 那在這個裡頭 他其實是一個民族 他很重要的世界觀 價值觀 生命觀 都體現在這樣的一個神話裡面 但是你要不要說不必 你就說故事就好了 孩子隨著年齡長大 他自己會在這樣的一個文化環境中 他會去誤出這樣的一個智慧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課本 我們就讓孩子 你看 這個是第二頁喔 你看我們怎麼設計 好了 孩子誕生啦 就要去送禮物啊 為什麼要送禮物 原住民就是這樣啊 來 一隻熊鷹 他帶了一把禮刀 兩隻黑熊 背了兩個鐵鍋 三隻飛鼠帶來了三個桃骨 好 這些東西 孩子們在結婚 在部落 他會看到這些是屁靈 就跟他的生活經驗連結 但是他拿來學數學的時候 他就很好學 他就很會 像這個就也是很有趣喔 認識靈 各位你看喔 我們也是用一個故事來講 山豬叔叔盤子裡有兩根香蕉 小猴子看到了跟山豬叔叔說 叔叔 我肚子很餓 你可以給我香蕉嗎 山豬說拿去吧 他拿了之後又說 叔叔 我媽媽在家裡肚子也很餓 我可以再拿一根嗎 拿去吧 可是你會看到豬的臉 沒有的時候他會怎麼樣 像 這個很重要 原本我們學是兩個拿走一個 就勝一 一個再拿走一個沒有 沒有就叫做什麼 零 我們是要教數學零的概念 可是我去看教學觀摩的時候 我發現老師跟學生在討論一件事耶 我想都沒有想過 他們說什麼狀況下 你可以給人家一根 但是自己也要吃飽 有的民族是這樣喔 有的民族是價值觀是這樣喔 你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你總不能讓自己餓死吧 但是有沒有民族是兩個都不給 這是我自己的 你要吃自己賺 但是對於原住民來講 你會發現到 我們是寧可自己沒有也要給人家 所以沒有辦法有變成有錢人 擋到山豬的時候 一定要回部落 因為你不能藏啊 你會被人家笑死 你一定要分 可是有沒有可能 什麼民族看到山豬要活桌 然後拿回去配種 生小豬再賣賺錢 我看原住民 永遠做不到這件事 價值觀不一樣 整個世界觀不一樣 但是你說這個地球 比較需要哪一種人 地球的文明資源的崩壞 我不曉得說對地球來講 哪一個是比較重要 比這個我們地球比較需要的人 有時候我們走到最後很多的 漢仁老師跟我分享很感動 他們說校長我們現在覺得 應該全世界都要跟原住民看齊 第二個他們說我們覺得 還好這個世界上還有原住民 可以讓我們學習 真的真的 那像這些都是我們課本在處理的 那你看這個國語 我們其實還沒有辦法 很大膽的放棄注音符號 但是我們已經嘗試 把羅馬拼音的一起放進去 那這個部分我要跟各位說的就是 像這個 伊朗伊朗太陽爬亞爬 伊朗伊朗太陽爬第一 這個他們在上這一課的時候 正好數學在上剛才的那個太陽起人神話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他會看到 太陽的這些動物在比賽爬大武山 然後呢太陽爬的最快 所以就天亮了 有沒有文學性?有 但是你看伊朗伊朗是台灣的什麼? 走吧走吧 像我萬鮮魚這樣 滴啦滴啦 你看進來了 然後你看喔 這個 我的家在山上 天上的白雲跳房子 阿里阿里跳房子 這個是一年級上學期 就是祝伊符號學完 羅馬拼音就進來了 阿里阿里是什麼? 來吧來吧 大家一起來跳房子吧 就進來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就是跟各位介紹就是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剩下的一點點時間 我想要跟各位去分享的 本來是理論的部分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我在 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在85年的時候 我去讀碩士班 然後特別寫了一個 萬三口書文本的詮釋研究 其實一直沒有人在注意 我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說實在那時候 我們的校長 我那一門課老師是那個誰? 何福田老師 然後他就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發表的時候 就大家就在笑說 武力法到底在寫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就說 不要笑 搞不好以後呢 只要研究萬三 就一定要找武力法這一本 後來我發現也沒有 這20年也沒有 就是一直沒有人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其實我一直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在處理這個論文的時候 我是想要解決一件事情 那我直接給各位看結論 因為我用的研究方法是去找了詮釋學 那為什麼我嘗試要這樣子弄? 就是因為我感覺到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有一個地方我們沒有去注意 是什麼呢? 各位請看 我們在處理這一些 為什麼我現在做教材? 人家會跟我說 我念一篇課文給各位聽 好我隨便拿這個 假設 假設我念一篇喔 這個 好這也是國語齁 我都念國語比較簡單 因為實際上我們自然英文 俗語課本都有 作名俗教語非常多喔 好我念這一篇各位注意聽喔 就是 誰最厲害 媽媽剛從鎮上買了一堆水果 這些水果為了誰最厲害炒翻天 柿子說我最好 我是事事如意 橘子鑽出來說我更好 我是大吉大利 蘋果說才不是 我是平平安安 大家最喜歡 好各位你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做法 就是會做文化的對話對不對 那個是漢人華語的諧音 他有吉祥物用諧音 好接下來喔 趴在桌上的香蕉 懶洋洋的說 唉唷我最厲害 我是多子多孫哪 所有的水果回頭對香蕉說 欸你的名字是香蕉欸 香蕉跟多子多孫有沒有型 沒有 那香蕉就笑著說了 唉排灣族的部落 結婚的習俗可少不了我 我可以祝福新郎新娘生很多小寶寶 香蕉嘛齁 然後呢接著說 除了果實之外 我的葉子也很厲害喔 可以用來做好吃的金布 所有的水果最後決定 手拉手排成一個圓 沒有第一也沒有最後 因為每一種水果 都有它最特別的地方 好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裡面 我們會去處理文化上的對話 孩子他要知道自己排灣族 也有這樣的文化 他們也有吉祥物啊 那這個吉祥物代表是什麼 然後你看最後原住民手拉著手 圍成一個圓 沒有第一也沒有最後 你看多麼好的一個價值觀 但是為什麼不讓孩子知道 那我現在要談的就是說 這些東西 每一次我們講給人家聽的時候 都尤其是我們的漢人老師 越來越崇拜原住民 越來越崇拜 那我們是怎麼操作 第一個就像我碩士論文 這是很久以前寫的齁 你看就是你口試文本 你一定要先收集 這個是最基本且首要的步驟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課本 都要花很大量的時間 找老人家的聊天 那他聊的東西呢 有的是結構性的 有的是開放性的 有時候跟他聊30分鐘 一個也用不到 都跟我的這一課無關 但是以後會不會用到 會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要呈現原住民文化 最基本你一定要先搜集 你要搜集這一些材料 然後作為保存傳統文化 講述整個價值 然後你文化 一個人的文化 那個老人家說出來 他製造那麼多的象徵 學習怎麼去整理 怎麼去詮釋是必要的手段 而且裡面的這個文化是豐富的 是可以不斷巡迴利用的 然後第二個重點各位請看 我們在詮釋的時候 第一個先分類 那這些分類的東西 可以拿來做文化圖本 可以做故事書 但是有一些是屬於很內隱的部分 例如有很多動物的故事 到人的故事 制度的故事 然後第三個是象徵的詮釋 就是人類共同心靈的探討 那原住民的文字呢 他要作為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可清算 缺乏內涵呢 就像我們到最後 原住民的文化很爛啊 很落後啊 沒什麼啊 不只你這樣想 連我自己原住民也這樣想 你知道嗎 像麒麗莎 她有訪問過我媽媽呂玉茲 這樣好了 我其實那時候在做碩士論文 我也訪問我媽媽 也訪問很多老人家 你知道嗎 你剛切入的時候 我不曉得奇麗莎知不知道 都會說哎唷不要問啦 我沒有什麼文化啦 沒有什麼啦 就這樣啦 但是你跟他聊的時候 他最後自己會聊的那個眼睛 會發亮呢 就彈著彈著彈著 各位你們都是讀人類學系的嗎 通識課程 喔通識課程 對 你就會發現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訪談這些老人家喔 他是會告訴你 沒有什麼啦 沒有什麼啊 我問你得來了嗎 那些你都知道啦 怎麼懂 但是他講到最後 他自己 他自己會找回他的那個歷史境遇 他的歷史感 這個是我覺得很 就是反省很深的地方 所以建議就是說 原住民文本的呈現要很慎重 你直接的呈現事物的表面意義 會很容易反映原始社會這樣的貶義觀念 第二個就是說 你變成一種福音主流文化的價值認定的時候 你會讓這些被歸類為次級的文化差異 然後形成一個保持界線的機制 從而產生對立的認同 容易產生種族平等的假象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談多元文化 其實是多元的文化 他很容易產生一種平等的假象 因為你沒有徹底的去解構他 去重新詮釋他 你沒有直達那個族群 他真正他要表達的一種世界觀 價值觀 所以我們教科書對教科書的建議就是說 希望有熟悉該文化的人參與 然後對於教科書中這一些什麼動物啊 節日啊什麼等等等 就是這些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材料 然後內容的陳述要採原住民觀念 而不是讓這個文化成為被描述的對象 就像我現在這些教材 是我主體的要描述 不是你來描述我 然後呈現實要注意價值觀的引導 要從該文化的背景來理解你前世 然後原住民文化不要去等同落入叫鄉土 他是主流課程很重要的一環 這些我一字沒改 這是二十年前寫的 但是一直沒有人在注意我在寫這個東西 但是我一直這二十年來就是 完全投入做這件事情 那在方法上 我希望詮釋要作為一種研究工具 然後避免掉入意識形態的眉毛 然後透過詮釋性的理解 提升原住民文本的層次 那田野呢我就希望說 其實我們所面對的對象環境都不純粹了 而且是快速變動 所以我一直主張八個字 此時此地日常生活就是真正的文化 當我們的每一位老師他願意拋棄教科書 就孩子所生活的現場部落去採集去說明 我們的每一個孩子都會是成為真正跟土地有感情的人 這樣就夠了 那研究方法倫理呢要顯得更重要 然後我個人的反省就是說 我發現我寫到第四五章就是後面的時候呢 琢磨比較多 那為什麼因為我會發現我寫了後面要詮釋的時候 力量不夠資料不夠 所以變成我又要再回到現場再去挖 也就是說你要做詮釋 如果你那個背景的蒐集是不夠的 你很難做出詮釋 然後我這個那時候我是說我只做萬山文化只是探套 不是所有的原住民文化也不是羅凱族文化 那這個我是用了詮釋寫作為文本分析 但是因為技術也不是很厲害 那但是經過這樣的訓練 我發現我的眼界也打開了 發現生活中充滿著符號訊息 然後讓自己的眼光更敏銳 然後研究文化這些應該各位都很了解 所以論文之後呢我就我們的屏東 那時候是屏東師範學院 就給了我一筆錢就做了這樣的一個 把那些收集的故事就寫成一本書 後來呢也去參加了一些發表 但是就僅止於那剛畢業兩三年就沒有了 就沒有 那這次後來就是比較忙於做學校的工作 所以像這些都是我們在學校出版的 就是給孩子幼兒園國小讀的繪本 那這個是後來也做了很多的課本 像這個是民族教育的課本 這是國際教育的課本 那這些是一般學習領域的課本等等 那剛才都有介紹過 那我們的老師呢 這個是我到地摩爾國小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說 我當年去泰武國小是基於我想去一個 沒有人太多干涉的地方 那後來我在第七年就調動到地摩爾國小 地摩爾國小是民青學校 原住民的民青學校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是所有原住民全國 大概是文化公益重鎮三立門 他是一個文化公益重鎮 我們的家長大概都是醫生啊公務員都有 他是一個就是水準比較高的學校 那我就故意要調到那邊 我看出缺我就填掉洞 那有人說真是奇怪的呢 你以前挑一個最遠的 怎麼現在挑一個明星 我們不一樣啊 因為現在要做的事情很難啊 而且大家都已經相信我了 所以我沒有必要再那麼辛苦 所以呢我就調到這邊來 那果然像這位老師叫楊平老師 他非常棒 我跟他講了我的理念之後呢 他就率先在我去地摩爾就是去年 他就率先採用這個教材做實驗 然後我要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實驗的結果 你看像這是數學課本喔 你看三角形 T形 零形 平行四邊形 然後原住民的這個剛好是十個衣排 好多數學喔 而且我們把這個變成了課本之後 每一個小朋友 因為我們禮拜五是穿竹服的那天 很多的小朋友這個老師告訴我說 校長很有用呢 現在我們禮拜五的母語日穿竹服喔 小朋友都會說 啊你今天穿的衣服跟課本的一樣 以前哪裡會有人去注意這些事 可是因為課本出現了 所以呢小朋友就會去注意喔 好 你看 這個是什麼 二 馬路二 這個尾巴是五 叫小朋友去找一二三四五 你看可以學數字 數幹一 好 也可以學數量 你看幾隻蝴蝶 蝴蝶什麼都有 像蝴蝶是什麼 八 或者三 很多 好 那我們就在那個陽平老師第一學習完成 試教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個學生的態度量表 跟家長的態度量表 各位請看 他們班上有十八人 說不喜歡的只有一人 我們來看一下一人的答案 大家在寫數學的時候都很慢 阿平老師都要等 我也要等 我也是很喜歡上數學 因為老師說我們很乖的時候 就可以上很高級的數學 他們告訴我說 我們這一本叫做很高級的數學 那個他們現在 他們也有買康軒 他們說那是普通的數學 這個叫高級的數學 好 因為怕家長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還是有買康軒 然後另外再加這個 所以小朋友其實也是很喜歡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看孩子們的答案 你自己快速瀏覽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原因 孩子為什麼喜歡 都是喜歡裡面的主角 因為這些裡面的主角 跟他的生命有關係 我告訴各位 愛因斯坦說的名言喔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你怎麼樣讓孩子產生興趣 那個就是他最好的動機 學習最好的動機 然後你看看家長 我們問了家長啊 都是很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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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說超級棒 對孩子的理解比較好 各位對孩子的理解比較好 有沒有聽到 然後這個是使用態度量表五分量表 你看每一題都四分以上 有沒有看到 我常跟孩子共同看數學四點一分 孩子在家很喜歡翻課本三點七分 透過課本我的孩子了解台灣族的文化四點一分 我常常和孩子一起討論 課本中出現的圖四分 我與孩子一同討論數學課本中出現的故事三點八分 回家後我會和孩子一起討論上課內容三點八分 我的孩子喜歡數學四點四分 數學課有助於我的孩子認識台灣族四點三分 整體而言我滿意孩子的數學課本四點六分 家長都相當滿意 各位這個是標準化成就測驗 我們跟屏東大學的一個徐偉銘教授 他是科普系的 他幫我們跟他的研究生 幫我們每一個學期結束做認知測驗 我要告訴各位 低摩爾國小的實驗班在這裡 這是縣內其他的原住民學校 這個是台 差點放出來了 這是別縣的原住民學校 你看差很多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還沒有結束啦 因為我這個是很很久的版本 現在呢他是有做上學期他是做 屏東市的鄉鎮學校組 屏東市的 不是屏東市的學校組 一般鄉鎮學校組 有用我們這套教材的四間原住民學校組 因為我們第二名破大 有其他的原住民學校在採用 然後一般不用我們教材的原住民學校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有採用這四間的學校的 這個教材的數學的成績 跟市區鄉鎮無顯著差異 但是一般原住民學校沒有用我們這個教材的 答顯著差異 也就是說證明這套教材是對孩子有用還是沒有用 非常有用 不只有用非常有用 這個是我很開心喔 就是走到今天 我們最起碼透過這樣的一個努力 然後讓我們的老師 尤其是我們的漢人老師 他可以去透過這樣的一個教學 去顛覆他對原住民學校的一個想像 對原住民文化的一個想像 那我很期待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認同 就好比說像去年520之前 我們那時候的教育部部長是吳斯瓦部長 他三月的時候有來蒂摩爾國小 他非常的感動 所以呢他有邀請我們去參加那個什麼台北 就是什麼Dream Dream那個 然後520之後7月份新的部長 潘文中部長他又再來一次 所以他有回去之後有交代國教署 就是委託台中教大去研究一年 那看看怎麼樣來推動各個族群 能夠有一個所謂的課程發展中心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透過學校老師做 很辛苦 我要告訴各位我之所以能做 是因為很特殊的原因啦 很特殊的原因 因為我剛才有一張本來要給各位看 這邊 也很特殊 因為我自己一路是讀教育的 然後我一路都是當輔導員 讀學 閱讀的等等 然後南醫書局的國語科編輯等等 我自己一路都在從事 一個原住民族教育的研究 所以我自己可以帶 但是我發現當我每一年去分享給別人的縣市 很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會覺得死不上病 很辛苦 因為畢竟這個是要累積很多年的一個經驗 那我希望就是透過國家的力量 然後幫助我們的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得到一個屬於他的課程 不僅足語如此 民族教育 一般的課程領域 那我很期待說 真的在不久之後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原住民學校的老師 他是可以有辦法用俗語 或者任何的語言來實施課程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一個目標 那我目前到了原住民處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目前到原住民處做了 就是裁判員而已 但是我做了兩件事跟教育有關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都會區開辦 全族與安靜班 就是但是因為是試辦 我是跟原明慧說我先試辦 如果成績不錯再推廣 那我就是希望說放學 小朋友到那個族與安靜班 有兩位全族與老師 就是完全用族與教他功課 但是我們借到的那個地方呢 是眷村 所以有空地 那老師就可以在那個地方 指導完功課 可以帶著孩子去做一些 像是部落會做的事情 搭工聊啊 種芋頭啊等等 就是恢復他在部落的一個情境 然後用透過全族與的方式 也能夠讓他不要去忘記自己的語言 那我們目前我們就八月開學會開 八月的開學要推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有跟太武鄉公公所 要了一塊兩公頃多的土地 那他願意補償提供 那我們就是要幹一個體制外的民主學校 要把現在的部落大學 大武山部落學校 還有太武鄉有兩個教寶中心 就所謂的部落托育班 我們提供他們一個什麼呢 教學的場域 那他們的課程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只幫他做基礎建設 像廁所啊環境的整理那些 那他們需要做什麼呢 去建構課程 建構原住民知識體系課程 什麼意思 因為假設他現在要做石板屋 他就每天跟著老師做 然後有人記錄 那這個石板屋做完了之後 可能拿來當做教室 可能拿來當做民宿 那他就會賺錢 就放在學校用 那可能他有一門課是做烤芋頭 那老師教孩子學有人記錄 等到學完的時候 那個我們也同時種芋頭 然後呢變成芋頭乾 然後拿去賣的時候 他又變成他們學校的基金 也就是說三生一體的學校 生態 生活 生產 就是建構一個這樣的一個民族學校 那他這個是給他們 那第二個目的是 希望他們能夠協助建立 原住民族知識系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建立啊 我們不可能有真正從幼兒園 到大學的民族學校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常常在說想要成立民族大學 原住民大學 你怎麼成立 你談的社會學有跟人家不一樣嗎 你談的經濟學有跟人家不一樣嗎 你有沒有多一點屬於你 那個族群排灣族的經濟學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談這些東西 你跟一般的大學 你要告訴他你哪裡不一樣 難道就像原專班就唱歌跳舞 這樣就算了嗎 那個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所以我覺得我目前就是一直希望的 就是趕快 趕快 我希望我的國家 教育研究院也好 或者是誰都可以 我覺得要趕快去成立 要把原住民知識體系建立起來 這個東西沒有建立 其他都是空毯 其他都是空毯 所以我很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能夠去慢慢去累積 做一個知識的抽屜 幼兒園要用的時候 語文類 科學類 國小要用的時候 你要做知識的分類啊 要不然怎麼做這件事情很辛苦 那最後一個目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般學校 也能夠來這個地方 一起接受這樣的一個教育方式 所以大概目前到原民處 我目前就是先 就是想著做這兩件事 那當然我還是希望能夠回去學校 因為我也覺得 就是其實目前做這個位置 對我來講我跟我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啊 那也很怕 也很怕做不出什麼東西 因為我幾乎都在推產業 對 像我們最近在推紅禮嘛 我剛剛拿紅禮來 那我就是頂多就是幫他們找醫美公司啊 杜老爺啊什麼之類的 台啤啊 就這樣 就是我好像在做生意 有點怪 當然也不是不好 但是我總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更需要我們 所以還是希望能夠趕快的回去 好 那我現在的時間就是已經差不多了 恐怕我們就需要告一個段落 老師有跟我說最後是會到四點半的話 就是等一下如果我們四點回來 到四點半應該是問答對不對 對 對我們有一個半個小時的問答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 你們看大家在緊張 沒有啊 因為真的很難得我們就不休息啦 因為處長還急著要回屏東 可能還希望可以請吃晚飯 我們也說沒重要一節就算 那我們就不休息 要上洗手間的同學就有自己去嘛 要收藍要回屏東 那我們就看看有些剛剛講的 處長這邊這麼二十年來 從你的授枝論文其實已經很有心了 而且也有方法 那就是然後陸陸續續 2009年正式擔任校長 好像一些想法就可以付出時期 而且在選要去哪個學校的時候 是有心的要去一個地方 外界干擾教導的人 介入不會太深 比較可以把想法做成 然後後來換到蒂摩爾也是一個遊戲 因為已經變成典範了 所以希望你馬上到最核心的地方 可以幫你影響力 那我覺得我自己剛剛看教材 我覺得很精彩 我也去很驚訝做出來 非常之間 驚訝有兩個意思 一個人說其實這麼基本的 早就該做了 到現在才做得出來 另外一個人說 是一個學校的少數人 其實少數人做到 這個蠻驚訝的 那我們同學先看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同學先準備一下 如果你們要回部落做事 或者就是說 派人同學想要知道 自己可以在部落做什麼事情 處長這一套設計 是隨便可以做 因為有一套方法 有教材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非常難得 在校長的任內做到了許多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我是有兩個問題 那我就先問 同學等一下要問 其實第一個 後來自己在演講最後面也是說了 可是我覺得好像 我還是覺得說是這樣子嗎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或者可以再多說一點 的確就是你怎麼做到的 或者說你們怎麼做到的 那因為多多少少我也聽過一些別的 不管是像後來成立民主學校 或部落學校 比較早以過現在的實驗小學 有一些人我們聽過 這些人都在努力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是處長你這邊 你們在太武國小 然後接續在蒂摩爾發展出來這一套 而且就是規劃108年 這一套就要完成 然後5年的這個教材就要完成 這麼多人在努力 為什麼是你們這個團隊可以做出來 除了你說因為你一路在做這個 可是我所知道的 大概是很多人在教育體系裡面 資歷也都很深 所以我不太知道這個差別 人格當成的人格特質的差別 還是說是有一套不同的話 還是真的是應人機會 謝謝老師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因為你前面在講 一般教育跟民主教育的時候 你非常意識到要以校為本 國小非常重要 因為國小是一村一村一國小 這是在整個國家的設計裡面 本來就是一個村子一個國小 有時候是分校 可是他原則上他是 跟社區應該是緊密結合的 那可是現在又有這個教材發展中 因為或者說在跟太武校要合作 把兩個教保中心跟大武山波羅里亞要合到一起 讓他們去發展台灣族的知識系統 所以這邊層次又拉高了 變成台灣族 所以以校為本 就是我們非常強調地方的獨特性 跟我們要掌握一個族群的獨特性 他的成績是很重要的 可是教保中心跟尤其教保中心 就他們的人力其實是 這個責任要交給他們 也蠻辛苦的 然後這個成績 因為他們就很在 所以這個成績 兩個跳的 是你規劃你的想法裡面 你覺得什麼時候 我們要強調地方 寫個部落那個地方寫 因為甚至於一個村一個國小 可是那個村裡面也有好幾個部落 其實這個困難的問題本來也還有 然後我們這個怎麼拉高到這個局去 這個階層應該怎麼拉比較多事 好 我先稍微簡單的回應後面第二個問題 這個是因緣際會 因為在我們屏東縣有八個原住民鄉 其中中間有一個叫太武鄉 我過去在太武多小就是在太武鄉 那這個太武鄉呢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剛好它爭取到原住民部落大學 是那個平和村的 然後剛好隔壁的武堂村 它爭取到的是大武山部落學校 那部落大學它是成人眾生教育 就是一般的成人 你從其實你從國中高中一直到 你是七八十歲都可以 這個是部落大學 但是這個大武山部落學校 是因緣馬英九總統那時候 就孫大川就是有一個所謂的部落學校 它收的是國中跟高中 而且是用假日 然後那個地方又得天獨厚的是 剛好在平和村跟望安村 有兩個部落脫育中心 就是所謂的教堡 都在泰武鄉 然後當時我們泰武國小也是在泰武鄉 所以它剛好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它的地方上剛好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很我是覺得得天獨厚的表現啦 所以我就跟泰武鄉的鄉公所 就跟他說如果我們要利用這幾個學校 資源整合去做一個體制外的民族學校 不曉得鄉長願不願意釋出一些公有土地 那鄉長聽的時候他就很開心啊 就坐落在那個舞台 也就是大武山部落學校那邊的基地 那這個東西就是為什麼我要這樣談 就是回應老師你很擔心的 就是發展出這樣的 其實還是有地域上的關係 那基本上我只是把這個定位成什麼的 就是我希望把它定位成就是只要建立出一個模組 因為其實這個模組喔 因為在目前我們都在包括我在做這件事 這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模組 也沒有人規定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想法總是覺得說要有一個模組 才好讓有為者易若是我也可以按頭所計 我也可以這樣去做 這是我們其實這個是一個很低的一個條件 那至於未來我們當然還是要去注意 其實這個知識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不小心處理 那很有可能我們再傳遞一種 就是不一樣的知識 但是在這個現階段喔 我們已經是盡量避免 但是不可以說完全 因為你還是要大刀破斧 你還是要大刀破斧 因為你如果想太多 那個步伐會踏得很慢 可是尤其是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其實是在跟十分賽跑 時間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當初停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教育局局長還一直勸我說 你要這麼聘嗎 我跟他說我知道 但是你求務高嘛 許務中嘛 如果求務中了我就沒有了啊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目標定高一點 就算是達不到也不會太差 這個是回答老師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剛剛老師 就是也很快的就是看到 請問有這個不知道怎麼沒有吧 好那你們就這樣看好不好 呃 這個是這樣子的齁 我這個是到蒂摩爾國小 我其實在泰武國小 有自己的一個學校的知識背景 那為什麼我要刻意談蒂摩爾國小 我剛來難道換了一個學校 就不一樣了嗎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我換了一個學校 這是我剛來蒂摩爾國小 我立刻去檢視 舉個例子來講 我發現他們從97年度 都有上一些文化課程 第二個我發現他們有他們文化課程的運作方式 這個都不是我 因為那時候我在泰武國小 我們有自己的模式 可是這是蒂摩爾國小的 然後第三個我發現 在蒂摩爾國小有一個德文分校 他們自己德文分校也有自己的文化課程在進行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推動民族教育 其實我們屏東的各個學校都在推 所以德文蒂摩爾他們也有在推 那這個又是蒂摩爾國小的 德文分校的 好 這個是他們原來的課程理念圖 我特別用黑白是告訴各位 這是原來的 原來的 那對我來講 各位請看 我們怎麼樣用我剛才的那些材料 我們重新跟著學校全校老師 不斷的去討論 那我們做了幾件事情 本來是這樣 但是後來變成這樣 現在是這樣 各位請看一下 我們跟老師在那邊重新討論囉 扎根文化重不重要 重要 請看 他本來就是做扎根文化 寫在哪裡 在哪裡去 根在蒂摩爾 對 然後胡韻七例 來各位請看 他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表達力什麼力 環境力 資訊力這些 好 邁向國際 他們有沒有邁向國際 有的 他們也是希望邁向國際 透過什麼英語教學啊什麼 有沒有看到 好 沒有改變 因為這個願景呢 可以重新討論 但是沒有必要一定改變 如果學校的方向 還是正確的 我們就沿用 所以這十二個字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很想要跟老師討論說 我們即將要開始去做我們的教材 有沒有哪一些東西是覺得排灣族的孩子最重要 我告訴各位 這是我花了三個月帶著老師 我們演藝歸納 演藝歸納 演藝歸納 當然 我得告訴各位 一個文化的內涵價值素養 絕對不只這幾樣 但是我沒有辦法全部放 那為什麼我們特地只取這七樣 因為我就跟你講過 我們在演藝歸納 演藝歸納分類的過程中 最後聚焦 大概是可以歸納出這 最大的就是七大象 這是戴老師 那另外我跟老師說 那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最後老師討論出說 我們就是要培育具備排灣族靈魂的孩子 那排灣族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VUSA 就是種子的意思 就是要傳承延續文化的意思 家裡的長子長女就叫VUSA 那文化裡頭這個VUSA是代表的是 要傳承的人 那我們今天我們的文化價值就是 希望能夠繼續傳承 孩子能夠傳承 那這個就是去接我們的一百 就是我們國家的課綱 自發互動共好 十二年課綱 那他能不能對應有 這七大象像主動學習是不是自發 有沒有 然後這些通通都有 那排灣族有沒有我們獨特的學習的方式 有 因為這是老人家告訴我們的 老人家說學習一件事情有三個階段 這個就是以前的老師 以前的媽媽 以前的爸爸 以前的祈老 他說有手的學習就是普里馬 普是助動詞 普里馬 就是透過手 他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在教孩子耕種的時候 你就教他親自種嘛 像那個幼稚園的都是做中學 就種嘛不要講那麼多 他就你就種給他看說來你做一片 一次會的 一次會的 馬插舞 很會的意思學會了 一百次學會的可能是 哦 哦 馬插王啊 就是說你會了 你看喔 你一次就學會的人 就馬插舞 哦 很會 可是你學到第一百次才做對的人呢 你可能會得到老人家 哦 你馬插王啊 你很會了 這樣子 對 那這個就是以前的傳統方式 但是老人家說 他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呢 要不烏魯 烏魯就是頭 你要 還要有腦的學習啊 什麼叫腦的學習 我為什麼 我要怎麼種才會種得多 要怎麼種才會種得好 這個就是要動頭腦 要觀察 要歸納 然後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叫不發容 發容就是心靈 他必須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我們要種植 為什麼我們要餵養人病 為什麼我們要吃 老人家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從手 從腦到心的一個學習 完成教導之後 他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勤勞 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的人 就是一種所謂的群人 我今天如果沒有跟老人家學習 我還真不知道我們排灣族 原來那麼有智慧 那麼棒的一個民主 所以我們很多漢人老師 到最後都很嚇一跳 哇我們真是過去太小看了 他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那你要跟老師去建立這些東西 接下來請看 你看喔 我們的願景扎哥文化 然後透過這個湖 培育孩子的七粒就在這裡 然後邁向國際 來各位請看 我們要韓譽排灣族的文化素養 有沒有看到 我們跟老人家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在講的就是 怎麼做課程這件事 就是老師說的 老人家我們就找老人家一直演藝歸納 我們就問老人家說 你們從小你回想嘛 什麼是你在這個部落一定要學會 要不然人家會笑你不是排灣族的 老人家就一直丟喔 我們就一直演藝歸納 第一個他說 米里米里安 米里米里安就是要會說故事 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 以前都是用口說 那你為什麼要學會說故事 因為大家應該漸漸知道 剛才我講的那個排灣族的誕生起源神話 我問各位 如果你是用神話包裝 一個沒有文字的社會 你用神話故事包裝 是不是可以流傳好幾時代 因為故事怎麼樣 好記呀 如果你把它變成是講道理 我看10年後就完蛋了 因為沒有文字沒有課本的紀錄 你沒有辦法用道理的方式去 去傳承你的民族的智慧 所以對以前他們來講 米里米里安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 要不然你會被人家笑 你怎麼成為一個傳承排灣族文化的人 所以我們把它拉進來 跟現代的語言的說法 現在的課綱的說法就是什麼 蓄說表達的能力 那你看看像這個 Burima 什麼意思 他說以前我們喔 如果你不會動手做喔 你也活不下去 會被人家罵就是不好的孩子 他們說什麼都要做 那我們就說這個就是什麼 美感與創作的能力 用現代的話 對不對 像這個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都是 甚至你看像這個遵行禮述 我們把它拿進來 因為他們說 以前不懂禮述最慘 所以他們從小 去看人家結婚 都要學呀 要不然你怎麼那個 像我們在民族教育 因為我們六年級 最後一個單元你知道是什麼嗎 辦一場婚禮 你知道為什麼要辦婚禮 我們泰伍國小有做那個鞦韆架 很多人跟我說你們泰伍國小 為什麼有石板 為什麼有武昌 為什麼有鞦韆架 我說因為我們的課程先出來 才幹學校 我後來才發現 這是上帝的安排 因為我們的課程出來之後 才開始就是重建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我們要用到的 就全部就在校園裡面呈現 你知道為什麼 最後一個單元六年級要辦婚禮 因為你結婚的時候 美食 傳統美食的課程也要進來 制度也要進來 歌謠要進來 全部什麼都要進來 就是你過去一到六年級學的 家族還有階級的地位的比較 在婚禮全部都會跑出來 全部都要用到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村群旅書很重要耶 原來對我們的排班主來講 你不知道這些是活不下去的 好就諸如此類 好了現在有這些東西各位 有這些東西對不對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習鷹架 好我舉個例子來說 透過遊手對不對 所有教過一年級的老師都知道 學一到十不難 數數不難 但是一年級突然到某一個地方 大概全班有一半的小朋友會 咚掉下來 就是什麼 排序位 第幾個 你一二三十數都還沒問題喔 你要開始第幾個 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哇很多的孩子就開始就數學 就開始不好了 那是第一個跌倒的地方 但是你看喔 我們透過排灣族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跟就是我前面講的這個放進來 這個放進來 你看我們設計的課本呢 就用原住民的圍武傳統武 然後回答問題 我要告訴各位的就是陽平老師告訴我 校長很有用 因為陽平老師他教書資歷20年了 很資深 他告訴我說校長很有用 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有用的東西 他的因素很多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要去知道 到底我們要放入的是教導孩子 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他的文化價值有沒有進來 有 你看有對不對 那他的一個學習方式 其實我講簡單一點啦 很多人看到我們這張圖的時候都很慚愧 你知道為什麼 校長這好遠熟喔 你知道他想到誰嗎 皮亞傑 具體運思期 有沒有 他想到誰 布魯納 學教育的人都知道 最有名的兩個教育學家 我們的整個課程的大師 一個就是皮亞傑 一個就是誰 布魯納 怎麼你們台灣族老人家說的 跟皮亞傑布魯納一樣 啊世界不就是這樣嗎 世界不就是這樣嗎 我的洪水神話 在歐美也有 這世界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們漸漸漸漸的去翻轉 其實原住民他什麼都有 但是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 歷代政權的變換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已經很辛苦 找不到多少珍貴的東西 好你看 接下來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弄的 好我們必須要去分類啊 像這個有生活類 家喻階層類 然後他的指向是什麼 接下來這個是 以家喻階層來講 單元就出來 有沒有看到 接下來 民族教育這些分類完的時候 他要進去到民族課本 族語國語英語數學自然等等其他科目 他要進去以這個為依準 然後你看 假設以這個來講好了 民族教育的單元是這些 他可以在族語變成什麼 他在國語課那一週會變成什麼 他在那個英語課會變成什麼 好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螺旋式課程 這個都是我們教育學上知道的 好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孩子 他在內音的學期 或者內音的禮拜 民族課本學到的 怎麼跟族語一樣 怎麼到國語也出現了 數學那邊也出現了 我嚴格的來講 我們編的課本 比現在所有方間任何一個版本 編的還要好 為什麼 因為我參與過藍衣書局 我們根本就沒有在聊天 各寫各的 可是我們這些東西 都是湊在一起聊天的 我們都很知道 我們在這個時候 孩子你在國語要學什麼 數學要學什麼 是非常標準的螺旋式課程 然後你看 對應到怎麼樣去分配結束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們的主語 一到六年級兩節 國語五節六節 英語一節兩節三節 數學三節四節五節 自然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這些所有的課本 都是排灣族本位 你無論是在學國語學英語 你都是在學排灣族本位 都是以排灣族的文化為出發 那其他的像什麼藝術體育 我們是讓老師怎麼樣 不分領域共同備課 自編教材 也就是說 我們會告訴一年級的老師說 這個學期有二十四節 是要你們老師自己去決定 可能藝術老師說 我這一次的藝術我要去做染布 所以呢我這個禮拜全部 我要花掉四節 下個禮拜我就不上了 老師他們要自己去決定 就是所以他們要經常的有共備討論 那這些設計的東西不給你赫本 你要剛剛我講的八個字 日常生活此時此地就義取材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其實 我們的老師都操作得非常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目標 讓孩子的目標是什麼 樂意學 容易懂 然後為他量身打造 用什麼方式達成目標 用他排灣組的文化內涵 在課程裡面規定 高度脈絡去連結孩子的生活經驗 還有去連結各個領域科目 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操作課程 那像這個是教材編輯的流程 你有沒有看到問老人家 然後有溫度美感的課本 現場試教修正 所以基本上各位像這個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自然你看三年級 你看他的單元都會去扣住 其他的民族課什麼課的 非常有邏輯系統 非常有邏輯系統 那完全就是比照一般的所謂的 一個程序來教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很跟大家就是很完整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把材料變教材這件事 把材料 那我再舉一課給你們聽 這課 這個 你看孩子可以學到什麼 來你們看那個 親愛的西蘭波安 謝謝你寄給我的相片 我很喜歡 你站在拼板舟前面的樣子 真是帥氣 我最近忙著在廣場晒樹豆 你還記得我煮的樹豆湯嗎 上次你幾乎把整鍋喝掉了 令我印象深刻 你在信上說 你很敬佩出海捕魚的大人 我想起有一次 我看到一隻漏著獠牙 竖著耳朵的山豬 正在破壞南瓜田 剛好一群獵人帶著獵狗路過 獵人勇敢的捉住山豬 你也想當一位勇敢的獵人嗎 這幾天我騎著腳踏車 沿著山路看見遠方的一座瀑布 瀑布的水像一匹白布 以前的人常說 它雖然美麗 卻是充滿邪靈的地方 總是告訴我不要靠近 下次你來玩的時候 我再把故事告訴你 祝你健康快樂 Saginu 2016年1月7日 好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一刻他在跟誰對話 他在跟達務族對話 那為什麼我們要出現達務族 我們也出現客家 也出現務農什麼都有 那我其實只是要跟各位分享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課程地圖 就好比我在做 在泰國小我在做國際教育教材的時候 我說世界的五大洲 亞洲20% 歐洲20% 美洲20% 我有分 然後我給的規定是一定要有相關 然後那些老師說 怎麼可能啊校長 要怎麼跟歐洲非洲有關啊 我剛剛就說不管啦 反正你們都是出過國的人 把你們出國的照片拿出來 他們就把他們出國的照片 我們就把那些老師他出國的照片 就放在課本裡面 小朋友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拿到課本 都是先找他認識的人 他會因為認識這位老師 他才有興趣聽你講這個課本裡面 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其實孩子不笨 但是原住民的孩子很可憐 尤其是部落的孩子 他永遠拿到的都是台北 美國為天下的東西 沒有人帶著他從幼小 從他的土地去帶著他 那這個就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必須要回頭去看這件事的原因 所以像這個西蘭波安 後來老師才跟我說 連我們自己的原住民老師喔 校長 每一族的命名都不一樣喔 連我們自己原住民老師都不知道 原來西蘭波安是表示 他是一個未結婚的小孩 如果他變成小難蘭波安 是蘭波安的誰 爸 又有喜難 又有那個我 你看孩子光是這一刻 他就會學到很多不同的命名文化 喔 那像這個裡頭你看 不同的族群的兩個孩子 排灣族樹洞 然後呢 達悟族的孩子出海粉飛魚 然後像這個最好笑 本來是說 剛好有一位獵人帶著獵狗路過 我們給老人家看的時候 不對不對 不可以一個人 他們說一個人不對 他們說要一群 他說不可能是一個人 所以你就看到有很多文化 然後為什麼要一群人 他會講那個道理給你聽 然後像這個瀑布有邪靈 這個是因為我們在跟老人家聊天的過程中 他會講很多東西 你就記錄他 但是呢 你要把他放在按照你的課程地圖 他需要的地方你就帶進來 帶進來以後你要詮釋 因為你不能直接說瀑布有邪靈 其實他瀑布有邪靈 背後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不要靠近 因為很危險 所以這個是很多原住民 他們善於用這種像大小鬼魔 為什麼有禁忌 為什麼說他是聖地 因為他是水源保護區 就是有很多背後很深層的一個 一個價值在背後支撐 那如果你沒有加以詮釋他 我們就會不知道這個文化 他到底他要說的是什麼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在操作這些課程的時候 運用到的一些方法 那這個是我本來要給各位看的 就是這位平地老師 那他操作這個課程 這個就是他在教學觀光 剛剛我講的 那我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感動 因為他的教學設計做得真好 做得真好 他雖然是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平地老師 但是他透過這一課 就表達得非常的好 就是大概就是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這樣子 那我最後想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公平跟卓越並不相悖 我其實這幾年我也一直在強調 援助我們還好這幾年有一些國際測驗 讓我們去正視一些問題 最有名的就是我們常講的PISA PISA 國際素養測驗 那從2006年開始我們會發現 原來台灣的差距是世界最有名的 像這個成績應該是2006年 台灣的數學拿到第一 但是我們的最高分跟最低分全相差97分 然後不是只有2006年 三年後2009也是全世界差距最大 在三年之後2012也是全世界差距最大 每一年都如此無法改善 然後台師大的測驗中心做的國三 也是每一年都越來越大 難道各位不會覺得納悶嗎 一定是我們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 一定是我們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 那我覺得芬蘭其實帶給我們很大的一個驚醒 就是原來公平跟卓越是可以併存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芬蘭的高分跟低分的孩子幾乎沒有差別 全國的學生你說他一樣好也可以 一樣差也可以 但是總之就是一樣 但是我們的好可怕 我們很可怕 那各位都是讀台大的高材生 你們可以去想像一下自己喔 為什麼 因為我不曉得 就是大家在理解這個所謂的社會的複製 就是我們國家很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們社經背景很差的這些孩子 他要讀私立大學負擔很大的學費 但是我們社經背景很好的孩子 可以用很便宜的學費享受國家非常好的資源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有的一個使命感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回應這個世界 回應我們跟我們一起生活的這群人 那這個是我就是一直在思考的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那個很幸運的孩子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很很辛苦 欸怎麼會跳到這個 欸對他跳的喔 好那對那我是覺得說 我一直期待說 我們的整個在原住民的一個教育投資 或者語言的投資 因為現在齊老師他們都在很關注那個語言的發展 那我覺得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需要去檢討 就是國家可能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在 就好像你在挖那個挖井好了 就是你明明要打到1000公尺才會打到水 那你現在就是付的錢只能打到500公尺 然後你就覺得說哇花好多錢喔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用啦 問題是你就沒有到達那個他應該到的水準 那這個當中其實我有很多的數據 我不曉得各位就是什麼數據 我看看這邊有沒有寫 現在的國教院的院長叫許天明院長 那他過去在2012年我有看到他一篇報導 我那個時候就很激動 因為他是很關注所謂的一個教育經濟 他有在台北市針對12班以下的學校 跟61班的學校國小喔去做所謂的士族教育經費 那一篇報導是台北市喔 他說12班以下跟61班的台北市的學校的 學生士族經費是相差7倍7倍 那各位試想如果是指台北市61班 跟我們所謂的蘭嶼的好了 你覺得他的士族經費會到多少 恐怕要50倍吧 恐怕要50倍吧 那我覺得很多的問題都是在於 如果我們的差距越大 我們不會有所謂的國家的整體幸福感 因為差距是很糟糕的一件 因為古有名訊不換寡換不拘 一個國家不擔心少但是很擔心差距 因為這是會拖寡整個國家幸福感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我們必須要去正視 所謂的投資效益比 我們怎麼樣去把經費去配置在適當的地方 然後做出那個效果 那這個是我大概就是一直在很關鍵 很關心的一些問題 那大概就跟大家 因為4點半已經到了 可能同學也不會問問題 所以我就把時間給全部花掉了 好再一次的謝謝大家 謝謝 我相信同學有應該是新的遊說感 所以雖然是一半 處長還是可以等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沒問題 讓同學再做一點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處長最後講的這三方 其實他關心的是整個弱勢的問題 剛好這個弱勢是原住民的情況 所以從教育經濟的這個觀念來看 國家要投資多少才能合理 你要怎麼計算 那你不能是說表面上的一個平等 平頭的新樓式的一個平等 來 請 請 先生老師老師 我的經歷人非常認覺很感動 謝謝 我想要問處長就是 因為我自己上學時在 新北的原住民聚落的客服實習這樣 然後我看到小朋友他們很討厭上學 很討厭寫功課 然後我知道這樣子的學習方式不適合他們 也知道應該要人物文化 可是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也是盛紅的背景 就我也不教育的背景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做 很好奇 處長對於就是可能都市原負民的教育 不管是透過客服 透過指導 或是像當處長和組合去的那個 原住民安情幫 額 部落安情幫 我聽到就很興奮 就是不知道處長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們那邊的小朋友 就是說實話他們也住在台北啊 說實話這個台北本位的客服 那他們的生活也沒那麼遠 可是 然後或者是如果要回到原住民本身的文化 但是他們的地 那麼小人找一個打球 地方都沒有地方打球 有沒有像那麼好的環境 可以在你們 就是自然保險的選擇 我不知道可以幫你參加 謝謝 謝謝 好 我跟各位說喔 因為你們都讀台大 你們都是很聰明的孩子 我自己教書喔 因為我剛到原住二十半年 我之前有二十七年的教學經驗 那我要告訴各位喔 我這二十七年當中 麒麗莎認識我的時候 應該是在市區 我在市區教學 我剛畢業的前面十年喔 在三間市區的大學校 我一畢業就留在大學校 第十一年我就到偏江 屏東最北的一間學校 但是它不是原住民學校 是鄉下學校 然後第十六年到原住民學校 然後第二十年就去那個泰國小海拔 最高的學校 然後我要講的只是說 各位我各類型學校我待過 我要講的是說市區跟鄉下的孩子 我都接觸過 我們已經經到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看到孩子一年級進來 大概就知道二十年後 他會是怎麼樣子 就已經大概那個預測力很準 那你要看孩子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要看他的父母的教養觀 那預測力很高是父母的教養觀 也就是說父母色經背景很高 不一定是教養觀一定很好喔 很窮的也不一定是教養觀很差喔 但是我們只能說色經背景高的喔 他的教養觀好的比例很高 然後那些低色經背景的父母喔 他通常沒有什麼好的教養觀 就是放牛吃草那種 然後甚至打啊罵啊 然後不良的示範啊 各位懂嗎 那是第一個 就是你光是看他父母的教養觀態度 我們大概就可以預測這個孩子的功課 會好還是不好 那第二個就是要看孩子自己 這個孩子喔如果是屬於那個專注力很高的 大概他的學習就會沒有問題 那個專注力很低的喔 那個就蠻慘的 那專注力很低來自於什麼 其實還是要回應到他的家庭教養 因為有很多 因為沒有給他建立的正確的教養觀 以致他來到學校他坐不住 他專注力不夠 他的學習態度不好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樣子喔 我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在教室裡頭上課喔 這個課本喔 我覺得我簡單的講就是這個課本 只適合給Top20 百分之二十 就是我們在那個常態分配曲線圖上的 上面的那一區的學生 我告訴各位我教書那麼多年 我是沒到過台北市教過自由生 但是我在屏東教書這麼多年 大部分的孩子都落在中間以下 百分之八十的孩子都落在中間以下 就跟那個我們所謂的常態分配一樣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聰明的孩子其實不需要老師 他光是那個課本這樣翻 很快就記起來了 理解力也好 那他的背後是什麼 有好的家庭背景 或者他本身因為從小刺激很高 從小父母有給他閱讀 床邊閱讀家裡閱讀 這樣的孩子我大概 我看到很多的孩子 其實根本不需要我 他沒有我他一樣功課很好 但是不可否認大部分的孩子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學校的課程很重要 為什麼他的老師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其實在努力 在努力的就是這一塊決定性 我們可以決定的這個部分 這樣子你了解我意思 那現在回應到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來去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你說你有到偏鄉做客服對不對 所有到偏鄉做客服的老師喔 我告訴各位我在學校那麼多年 每一年都有聶光天使老師啊 屬席的特副老師 每一個老師都會 每一個學生你們來都會崩倒 為什麼 我們的孩子一定很平 一定很平 他有幾個特點說不住 然後呢 對你講的那些話喔 如果抓不到興趣 他就是一直做他的 然後難得如果你有一些 他有興趣他才會聽 好 那所以呢 我通常都會跟我們的老師這樣說 因為我到第五二喔 我第一 我有同時 同時申請兩位 TFT Teach for Taiwan 為台灣人教的老師 我申請兩位 好 那這些老師他有什麼特質 可能你們未來也會去喔 他們有什麼特質呢 熱忱 非常有熱忱 打不死的蟑螂 當然有些去你也就被打死了 但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舉個例子 有一位老師叫果果老師 他呢到我的德文分校 我把他派到那個德文分校 就是很偏遠的學校 那一定要住宿對不對 好 那我要告訴各位 他很聰明 他先忙著做一件事 就是什麼 讓學生愛他 其實到偏向很重要的就是 你先試著讓孩子愛你 崇拜你 那你要做什麼事 學生才會愛你崇拜你 我告訴各位 我教書那麼多年 如果我做問卷調查 你們知道第一名是誰嗎 每一次學校的第一名 絕對是男老師 不是因為男生就最受歡迎 而是男生有一個特質 是小朋友覺得最重要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會帶他們出去玩運動 通常女生都做不到 其實小朋友很簡單 他很喜歡一個會陪著他玩 陪著他運動 就算跑20圈他也覺得很開心 就很無聊 但他也會很開心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得去 那有一些老師是什麼呢 例如你們會跳那個街舞 有個老師會跳街舞的 也是馬上 哇 我告訴你他走到哪裡 就一群學生粉絲就跟著他 你得創造讓學生崇拜你這件事 那學生一旦崇拜你 你就是像個大哥哥大經濟 你就要開始定規矩 那孩子因為崇拜你定了規矩 他就會聽 那這樣子有規矩 他願意聽之後 我告訴各位那個果果老師 他們的班在德文分校 他的學生才五個 你知道嗎 他第一學期 因為果果以前是台北 在補習班教英文的 他五個學生 第一學期他就是教英文 他告訴學生 下一學期我們要全英語上課 他做到了 因為他第一次要全英語的時候 特別叫我來做教學官 我在旁邊看 然後我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能做到 因為果果老師告訴我 他的學生那時候月考 就是第三次月考 英文喔全班只有五個喔 全班五個喔 我絕對不騙各位 五個 其中有四個考一百分 我們本校跟分校是同一張考試卷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 自己比較差一點的 也考了八十幾分 那怎麼做到的 因為學生很愛他 崇拜他 他就一天到晚帶學生玩 陪學生 但是他也定規矩 然後呢 那些學生是到什麼程度愛他 會早上去敲門 老師起來了 起來了我來了 然後說我要寫功課 就要把老師拖出來 對 那我的意思說 孩子喔 孩子 尤其是偏向的孩子 我告訴各位 我看到現在喔 全世界的人種啊 真的沒有所謂的智力高向 文化沒有優劣只有差異 真的 其實城鄉也沒有差距 只是差異 那你一旦認清這個差異造成 有一些非主流的地區 他有一些落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國家也好 老師也好 我們應該要用更大的愛心 更多的一些想法 去彌補這樣的一個不足 要不然喔 我還是要回到 真的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區域喔 只要有人不幸福 他永遠不會造成我們得到幸福 這是真的 所以很期待喔 就是我們資源多的人 我們一定要能夠去把我們的資源 或者我們的愛心耐心喔 多一點的分配給這些 還有一些還沒有辦法達到跟我們一樣的難 好 那這個是我的期待喔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剛剛這個問題的往來喔 我們可以發現 族群或者中文化 跟階級的關係 常常我們會很好不行 這個要非常小心 還有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我沒有帶禮物 應該發問你要送給你們 來來來來 我們這邊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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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整套教材是 是以原住民的文化為主宗 那我很好奇是 當 當民族小學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概念 不是一次概念 然後變成一個 補片的在原本 像部落 整整的就在施展 的情況下 那麼他們這些 這些部落們 這些部落 都會有一個 非常大的落差 因為在這個 部落小學 其實是 具有高度的 跨客森 然後教材的設計 會 會變成他們的生活 然後 我發現是 嗯 就是這些 部落小孩 他到 他到的部落中 往往不是在他的 他自己部落 因為通常 那個部落中 會設在一個 相對比較大的 一個聚養 可能是那個 像 中文會餵一個 然後他 他 接觸到的同學 也是 都從原住 唸很多看 然後 甚至說 也有人要住 住在學校附近 他接觸到的 整個環境 跟 國小是差點 非常大 然後 還有就是 就課程本身的話 呃 尤其就數學的部分 在 小 在 小 國小 一年間 二年間 像跟 樹樹的時候 可以說是 一隻雲爆兩隻 那一隻 可以這樣做 做一個 做一個 跟實體的東西 做點擊 所以到國中的時候 其實真正的數學 變成三角 變成了 三角 彈數 變成多項式 那這些 這些幹疫情的高度複雜 而且 數學 所以本來就是 抽象 高不高度抽象的一個 過激思維的過程 對 然後 如果說 這個時候還是 硬是用 這種 屍體的東西 做點擊 或許可能會阻礙他進行抽象 因為是用 國高中的 數學教育的主動 是用抽象 去想一次 思考抽象 或是用形象去 可以抽象 那我很考慮就是這兩部分 可是 生活環境 跟原本 在國小的時候 是差很多的 那另外一個是 就用課程內的 本身 也是有差很多 對 那 中間的落差 怎麼去理平台說 變成說 要給一個 十二年一貫的教育 貼著 不入 好 我要教你的意思 謝謝你喔 還好沒有發問 因為我們都沒有提到這個 對 好 剛才問的兩個問題非常好 我們自己忘了提 第一個就是 他在 其實 應該是說 這是大部分人的一個憂慮 就是 你會去質疑說 目前 國小 這樣的一個 課程內容 有可能 以數學來講 這種屬於比較結構式的科目 他有辦法在五六年級 甚至未來的國中高中 這樣的一個數學 他有辦法去撐住嗎 好 那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是我們有去考慮的 那我先告訴各位 第一個 他未來銜接到國中 如果沒有這樣的教材 那他是不是又突然 你會擔心那個斷 斷的問題能不能銜接 好 那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就是為什麼 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教材的時候 一定要跟著現在的課綱走的原因 因為有一派的人 假設像那個施大 有個汪明輝老師 他是完全不贊成走這個模式的 對 但是我們還是走這個模式的原因 就是要去解決這個疑慮 因為我們沒有學科專家 現在我們在做這些課程 就是如我講的 我們沒有任何一套原住民的知識系統給我們 沒有 所以我們沒有那些骨頭 那我們又不是專家 那我又不是數 以我來講我數學 就應該有一個數學教育專家 國語要有一個語文專家 我們都不是 那我希望是的原因是說 以後我們先做這個 我希望國家要做這件事 因為國家有教育研究院 國家有各類的專家 但是我們沒有啊 所以我們最保險的方法 我還是跟著現在國家的課綱 像這個各科版本的教科書 我們把它去做一個整理 我們是跟著 我們的單元是跟著康軒一模一樣 好 那第二個我要回答你 的確我在做一二年級的時候 可能還有辦法 但是我們有沒有覺得說一定要有 也沒有 因為數學這個東西 我們不見得能夠去呈現 我舉個例子 光知道二年級就要開始學一百以上的數 那你說一百以上的數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找到這樣的一個元素 那你說二位數叫二位數 我們還勉強喔 我們設計的故事情境說 阿蘭林安家族要跟達里馬拉家族聯姻 達里馬拉家族呢 他們帶來了十個奇拿夫 二十五個金布 什麼那個達里馬拉家族也帶了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說請問這個是我們的故事大圖 這個還二位數叫二位數喔 我都還可以去佈置那個情境喔 其實我們的背後只是要小朋友順便學習文化 好 那真的沒有的時候有沒有很影響 也沒有 也沒有 我的課本只有帶到一年級的 可以給你看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最保險的方法目前就是跟著國家的課綱 還有教學單元跟這種 但是呢我們會把文化的元素放進來 這是第一個我要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他未來不論他轉學 或者是他生了國中 他的整個知識結構是沒有被破壞掉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這樣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所有所有的學習興趣啊 都是在孩子開始遭受挫折的時候 就沒有了 我們是希望能夠延續孩子的學習興趣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從一年級現在做到二年級了 已經兩年了 我們一直在觀察孩子的學習態度 學習興趣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 這是我發誓喔 我沒有通過任何一個孩子告訴我說 他不喜歡我們的教材 有時候你問他那你考得好過 他說不好 那你為什麼還喜歡 因為小朋友不太會講 他就是喜歡 這樣就夠了 他在這樣的一個學習過程中 他很喜歡這套教材 他可以回去跟他的父父 跟他的爸爸媽媽 還可以教他的爸爸媽媽 他懂得比他爸爸媽媽還要多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保持他樂意學 然後容易懂 那我們相信他樂意學之後 容易懂之後 他的數學的興趣跟數學的知識 他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根基 那這個對他未來 即便他要去讀別的國中 都市的國中 我們相信他都可以保持很好的一個學習力 對 這是我第一個要回答你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去啊 我也忘了耶 因為我感冒 所以我就腦頓頓 就是 就是 就是木羅小孩 習慣於這套教材的革命做 然後也是很習慣學習 像大自然學習像獨步學習 然後 可是到國中的時候 又是主流強勢的 那所以我已經回答都完了 對 好 所以就是大概跟大家說 基本上我們有去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轉學的行階 或者國高中的行階 基本上他的知識架構呢 都是跟一般的主流社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只是說 透過一些教材的轉化 讓他呢更容易接觸他的國題文化 然後產生更高的一個學習興趣 產生更高的理解力 好 就是這樣子 對 請說 就是我覺得偏偏參加是一個 超大的東西 對 其實是一票 我過假期的專家學者 是 然後去演繹出來的 但我很難想像 就是 是有 出場 在當的校長的時候 對 帶一批校內的老師 然後自己 自己 自己從文字到每邊 然後出版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你知道嗎 對 你很會問問題 是用自己的時間 還有自己的情境 對 你真的很會問問題 我告訴各位 我為什麼要到泰伍國小 其實那個想法就是很簡單 我們泰伍國小以前是平通 什麼都不好的學校 連自己鄉類的國語文競賽 連都是最後一名 我們泰伍鄉有三間國小 但是其中有一間本校 大概有兩間本校 所以一共嚴格來講 是一二三四六間學校 我們每次鄉類的競賽 大概這個像國語文競賽 都是莫莫名 那去了之後 馬上我們學生都是 演講比賽前兩名啊 什麼 都突飛猛進 好 其實我只是想要 讓老師去衝撞他一個觀點 就是孩子的可塑性很強 沒有教不會的孩子 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方法 我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就是 什麼樣的地方的孩子喔 他其實孩子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那我會回應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到泰伍都能做了 其他學校有什麼道理不能做 而且我們還碰到風災耶 還搬籤累死了 到處搬來搬去搬了四個地方 兩年之內四個地方喔 但是課程照做 我的意思是說 那樣的學校都可以了 為什麼一般學校都可以 只是想要傳達這個理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說這應該是國家級在做對不對 應該是以前的國立編譯館嗎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個縣一個學校都能做 有什麼道理這件事請最後國家做不出來 我們只是想要傳達這個理念 對 對 了解我的意思喔 一定可以有為者亦弱勢 我覺得是那個使命感 我覺得那個是使命感在支撐 一定有辦法做得到 對 那當然我得承認 我們做的這些 我一直都在說 就是反正就是把它文字固定變成文本 就可以讓大家開放討論 做得好不好就開放討論 對 但是你沒有東西變成文本的時候 你怎麼開放討論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覺得說 做這樣是非常好 只是說最起碼可以讓大家來解釋 檢驗這樣子 對 那希望說真的國家可以棒棒 謝謝 好 再一次謝謝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然後這個 然後你的態度很開放 我覺得做出一個模組 是第一組 我覺得他就 這種態度一定會繼續成功 那有沒有一個辦法 我們大家可以繼續追蹤你們的 這些教材的發展 就像剛剛同學講的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同學問我說 難道文化一定會在哪一個學科上 產生關係或它需要連結起來 我其實剛才我已經透露了好幾次好幾次了 對我來講真正的文化是日常生活 此時此地 這個無關乎援助你不援助你 我覺得只要任何一個地方的孩子 我跟各位喔 有一次我們的老師就是因為那一次改變很大 我要跟各位說我在泰伍國小好像是一百年吧 我們有一個澳洲的姐妹校 可是我們後來也沒有姐妹了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風災很多人跟我們交朋友 後來也不了了之 但是澳洲姐妹校的校長喔 他們有來我們泰伍國小 我們在座談的時候我們就很得意啊 我們那時候就把我們的民族教育課本 就跟他分享我們有做這個教材 可是我看他那個臉喔 好像覺得就是不以為然 然後後來我就問說 你們不喜歡這個課本嗎 他說No 他的意思是說 他說台灣不是民主國家嗎 他說他以為民主國家都沒有教課書 他認為有教課書的國家是孟采國家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我說那你們沒有教課書 他說No 老師都自己編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來我問你喔 今天如果台灣沒有教課書 我是一個蒂伯爾國小的老師 沒有教課書 我會不會為了要上課 學國家的課堂告訴我 我要教會小朋友一到十 我作為一個老師 你想想看 我為了要教會學生一到十 我是不是就地取材拍照片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那個就是真正的課程 但是我們台灣這幾十年來喔 所有的老師都已經沒有這個能力了 沒有這個能力 這個是我們的教育喔 必須即便是九年一貫開放民間之後 天啊還是很多的老闆幫我們編書 那我們反正就拿來用嘛 管他合不合用 但是最棒的一個老師 是應該要丟掉教材 你能夠就地取材 我有時候 其實我跟我們學校老師說 我們第一波送的 這個蒂伯爾實驗小學計畫是六年喔 我跟我們學校老師說六年後喔 我們 因為我現在是開放一半讓他們自編 就是開放那些健康體育藝術那些科目 他們自編 我跟他們說六年後 我們這個實驗小學第一階段 那六年後我說所有的這些都要丟掉 試試看 因為你作為一個老師 你一定會就地取材 甚至我會去書局買書 我會去找這家這個書 這個例子不錯 老師會自己想辦法編教材 那我覺得那樣的一個時代喔 要趕快來臨 但是不曉得什麼原因喔 我們從90年推到現在105喔 我們民間開放也很久了咧 這15年當中 我看我們的現場的老師 沒有辦法咧 沒有辦法 就是一定要有書 然後一定要幫他做考試卷 沒有辦法 那其實這樣子就會看到那個 國際素養評比的那個結果 因為為什麼我們高分群很厲害 因為聰明的孩子 我們這種教育方法很適合聰明的孩子 瞭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們大部分80%以下的孩子 不適合這種 不適合這種教育方法 所以那個差距很大就是這樣 那我其實就是一直在教育現場 就是一直一直在呼籲也看到這種情形 因為我在市區待過 我知道什麼叫聰明的孩子 我根本就沒有在教他 他什麼都把給我第一名氣死我了 對 我就覺得他根本就不需要老師 可是有的孩子不行 你沒有好的教學法 他記不住學不來 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要去檢討的 謝謝 那個 我剛剛是要請問 因為比較簡單 我們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一個機會 可以跟得上 我們在關心的這些問題 然後看 也許我們有什麼方式 我們可以參與 台大的學生嗎 不是 你是說你有沒有Facebook 還是什麼東西 對啊 對 我這樣說好了 因為你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而且你整個的理解 我希望有人幫我們做分析 檢視 做分析做檢視 然後我跟各位說 我們其實目前已經同步 跟原明慧就是他也有跟我們合作 我們是已經做iPad的電子教材 而且是互動式教材 就是那種按下去有聲音 會可以改考卷啊什麼 也可以做跟台北的學生喔 如果台北有原住民的孩子 那他想要 我們也可以做那個遠距的 就是透過那個電 那個叫什麼 智慧教室 如果說在台北有一間 有那樣的設備的智慧教室 我們可以一起上課 就是他的答案可以丟到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幫他改再丟回來這樣子 就是即時互動上課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現在其實最需要的就是 我們面臨很嚴重的不足就是 很多的老師都 我這樣講好了啦 我們這些老師都是代課老師 沒有正式的老師願意做 這是最大的問題 都是代課老師 因為代課老師有時候是為了工作嘛 那你就帶著他做 可是正式的老師沒有一個願意 因為他覺得在教室教書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 那也不知道要怎麼樣找到 人願意做這件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推廣很困難 雖然我們一直提出結果不錯 可是你知道嗎 同行相近 就是別的學校會覺得說 那是你們發展的教材我不想用 所以推廣得很慢這樣 大概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找不到老師願意來做這件事 那第二個就是 也找不到學校願意推廣時間 也不知道要怎麼改變 那只能就是先不管這些 就埋頭不乾先做再說 因為去想這麼多 就也怕會拖了進度 就先拖再說 因為真的都在搶時間啦 所以他會放這些教材 對不對 那老師您看可以怎麼幫助我們 好 所以大家其實是 老師說放上Facebook 不是 你的聽度嘛 你都可以推廣在Facebook 大家都追蹤 那OK 我們有粉絲專業啊 可是沒有人看嗎 你們的粉絲專業教授 好像就叫屏東線 課程發展動興吧 對 我一直到時候幫忙一下 對 不過我們可以一單元一單元 都PO上去 對呀 OK 謝謝 謝謝 感謝你 然後我們再次委員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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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